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也是唯一的问题 而且问题写很长 好 亲爱的孙老师 我想问的是关于爱情与遗憾 爱情与遗憾 一 对于那些 尚未开始 但已经不得不结束的 找邀的感情 同学这是OxyMoron 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 所以尚未开始就是没有结束的意思 懂吗 你中未下世都一样 只要是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的意思 所以你说尚未开始 但已经不得不结束 你们这几分钟才想到这个梗 我自己讲完看没人笑 我都觉得很害羞 尚未开始但已经不得不结束 找邀感情 我们可能经常必须面对遗憾 懊悔和随之而来的无数的想象 同学你不要开始 也不要那个都一样有遗憾 人生有太多太多太多的遗憾 懊悔还有随之而来的无数的想象 这个爱情有时候开始没开始 开始了也一样懊悔遗憾 希望没有开始 懂吗 回到那个你都希望穿越时空 到前面那一点我们不会开始那一点 这样后面的机会都不会发生 没这回事的 应该怎么样健康处理自己或伴侣类似的情感 同学在什么状况下都会有这种复杂的情感 在什么状况下都会有 你有感情 没感情都一样会有这些情感 所以重点不在于逃避这些情感 这些情感是你逃避不了的事情 作为一个人 就是有这些其他奇奇怪怪喜怒爱物剧 不管那是来自于你喜欢的人 还是来自你讨厌的事情 或者你讨厌的人 这都会有的 那我的人生的经验就是你逃不掉的话 跟好像一些宗教大师讲的话一样 你当然要去面对它 最后去解决它 最近我们连马总统都讲这句话 这句话听说是圣言法师在生前说的 这句话就算不是他说的 也是非常有智慧的言论 就是这是逃不掉的情感 你健康的处理 你就是不要去否定自己有这些情感 懊悔的情感 你这个遗憾 跟随之来无数的想象 有些人都幻想平行宇宙其实是会发生的 因为你现实的人生实在有时候乏善可陈 或者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你希望这时候不是坐在这间教室里面 而是坐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 然后跟人家快快乐喝着下午茶 那你希望的是可能是这样 你希望你的交的朋友 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是另外一个可能更好的人 那这个都是人常有的事情 人的幻想如果能够倒向更光明的一面 朝向大家共同的未来 那这个幻想有时候会发挥很大的力量 人的幻想只在于自己一人的私欲 那这个幻想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个人有意义 对这社会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所以像我这几天 刚好有学生都问到我的 其他的有关社会议题 我都说我们真的应该朝向和的方向来思考 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怎么样不要浪费我们的人力 去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那怎么样把在研究下这个社会 什么是可能的事情 我在大一的作业里 大一班上的作业有规定他们要去 发现台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想办看现行的办法是什么 想办法去解决它 我说我们在人生或者在社会上 你看不满的很多事情 你都先发现问题根源在哪里 不要听一面之词 不要听一面之词 不要听一面之词的意思是 不要只听一种意见 就像你看报纸 你不应该只看一种报纸 在台湾 你一定要看一个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一定要看着跟意见不一样的报纸 你才能学到对方的立场是什么 你也才能想到 有没有一个可能的出入 你们的作业呢 集体作业也是希望你们发现 台大一个情感问题 大概现行状况有什么想法就改善它 我从来都没告诉你 就要发现现在的一个问题 然后拿牌子到街上去抗议 你抗议能解决问题吗 你联署能解决问题吗 能的话你真的要去做 能的话你真的要去做 如果抗议跟联署并不完全 并不完全或并不能解决问题的话 那要怎么解决问题呢 现在是一个民主时代 你就要用民主的方法 透过法律透过修法 你就不应该在抗议之余就没事做了 你抗议之余 你也应该去立法院游说你信任的立法委员 或者你投票给他立法委员 要求他支持你的看法 透过议会政治来改善法律 然后让后面的人更有保障 你不能透过你的社会运动叫政府违法 你不能叫任何长官违法 你更不能叫总统违法 民主国家总统不能违法 违法他就不是一个好总统 虽然他可能符合你的意思 那这个基本的训练我们都没有 大学的学生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做一些达不到目的的事情 问题没有解决增加了很多仇恨 你们年轻人更容易的从这种挫折 怪罪于这个社会 怪罪于这种虚伪的人 把教育部长骂了半天 骂了半天问题解决了吗 他该不该骂还是一个问题 骂了解决了吗 你那种痛恨的虚伪解决了吗 不负责任解决了吗 你的情绪解决了 如果骂完以后解决了 这当然你值得骂呀 骂完以后解决不了 你也许该好好的想一想 怎么样可以解决那问题 不要把你的精力浪费在骂人上面 这是我希望同学能够借着我的作业 了解到真正要解决问题 有更经济的路 不要用浪费自己的能量 做很多浪费生命的事情 台湾有很多很好的人 很多很好的想法 很可惜都浪费在追寻 不可能的梦想上面 而把这个可能的部分 全部都放着不管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这不是只有在某些状况会发生的 不是在你没有开始 但是不得不结束的找要感情 才会有懊悔 才会有什么的 当你把视野放那么小的时候 你就以为这问题只是在那里 当你把视野放大一点的时候 很多问题 你都应该找到更好的路 这是跟大家共勉的 民主时代 不是我以前的威权时代 威权时代当然要抗议 因为那体制整个是不对的 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个体制 你利用这个体制 大家的受伤很少 能完成的事情会比较多 这个就是希望也跟你讲一下 健康的处理 健康就是有什么 你就要面对它 而不是有什么 要去掩饰它 明明你懊悔 你就要骗自己说 我从来没懊悔过 明明你遗憾 你就要告诉自己 我从来没有遗憾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你在欺人之前 还先自欺了呢 我看这个很多其他的事情 也都是自欺欺人 所以这是 这个建议是一致的 我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 你在相信任何人之前 包括在相信我之前 我都希望你要注意的 不是这个人是不是你喜欢的人 而是这个人讲的东西 是不是有道理 我们应该以这个道理来相上 而不是以我相信谁 我相信他的颜色 我相信什么 那这个都不是我们在大学 要鼓励你的 你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你要理性思考能力 你还要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我们在大学 不能让你有这个基本的训练 这个大学训练出来的 就是没有用的 你们如果愿意看电视被名嘴训练 那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我认为名嘴是个骂人的话 所以你们要认为人讲说 孙老师你好 比名嘴还厉害 我觉得那你就骂我 比名嘴还不要脸的意思 不要这样讲 至少你假如真的尊敬我 请你不要这样讲 那如果你要骂我 那你的自由 我就没办法 第二个问题 老师把爱情比喻成钻石棺 对 这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看法 我都有讲到 你有听到 确实比缺角观来的视野广大 我也有讲到缺角观 你认为那颗钻石是雪钻石 还是一颗没雪的钻石 人生基本上是缺角的啊 但缺角就是你啊 你干嘛认为你原生是一个完整的圆呢 我的重点在这里啊 不要认为有一个完美的perfect match 开玩笑说 你用Google翻译叫做完美的火柴 perfect match 完美的这个一种汽车 march 不是match 都是奇怪的翻译 我最近有一个人 传一个网络的那个一个录影带给我 有一个大概从大陆去美国的一个人 说他看到三字经的英文翻译 我快笑昏倒这样啊 他说他到美国去呢 华人啊 看到这个美国的人 桌上摆一本三字经还有英文对照 人之初 性本善 这个有没有听过 没有啊 超级好笑 他说人之初 in the beginning 人之初 性本善 sex is good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翻成这样 性相近 sex is all the same 习相远 practice is all different 大家做起来都一样 只是实践做的时候不一样 怎么是这个翻译呢 但是这是笑话 各位要知道 所以这个蛮有意思 我也许下学期幽默社会学可以开一堂 幽默于翻译这样啊 就是从翻译搞出来的这种笑话这样啊 听完我高兴 我笑得快疯掉这样啊 一个大陆的一个人 在美国华人社区演讲啊 好 所以爱情观 确实比缺角观来的世界广大 这你就没听懂 我的意思就是缺角观 我们人生都是有缺陷的 你有时候嫌你自己不够高 有时候嫌自己不够漂亮 学自己的脸蛋不够尖 反正嫌来嫌去总有的嫌的 像我自己看这电视 我都嫌我自己这两夹肥肉垂下来 这就我嫌我自己 我后来就不看了 我第一集以外 我没看过我的其他人 看不下去了 就看下去 我每次都看到我那两块肥肉垂下来 就这样 我到那天有人 我秀给别人看 我说你看 他说你为什么不看 我说我一看了两条肥肉 我就没办法面对自己 这老师的问题 我都缺角 我实在是没办法面对 好 那个 确实比缺角观来的世界广大 如果有一天我们找到一个很不错的 又有不少切面 跟彼此相符的钻石了 却又在那之后翻现了 另外一颗更多切面相合的 这时候该怎么办 别忘了 你的钻石面也会改 你可能某个切面越大 譬如你的commitment面就不见了 如果你commitment面还很强的话 这个是小问题了 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切面 真的很好 然后你就自己想一想 我要是跟他怎么样 我大概人生就从此不同了 你可以想一想就好了 就过去了 你也可以行动 practice is all the different 你就说 你已经不是我现在喜欢的对象 你是我20岁的时候喜欢的 我30岁的时候我喜欢那种 再见了我去了 那那个人接受你OK的 反正你的commitment不见了 那你要觉得那切面最大的 你的切面最大 这时候是什么 你自己衡量 那你当初跟那个人的切面 那你别忘了 你切面能有 别人切面也可以有 懂吗 这是彼此的互相的 你当那个人 你喜欢那个人到时候跟你说 对不起啊我最近切面呢 最大的切面跟你不一样了 然后大家都切来切去切来切去 你卖什么面呢 切啊面嘛 真是 所以还是有commitment在那 还有就有的事情 你要决定要不要做 你能找到一个真的不错的人 那是不是跟你相 是不是人家要跟你在一块 这是你要去考虑的事情 那双方都要考虑 不是你要考虑而已 也不是你考虑完了就那个 所以呢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选择自私和可能更好的未来 哪一样是自私啊 你留下来是自私 还是你去追求你喜欢的叫自私啊 应该是追求自己的算自私吧 留下来怎么算自私呢 那留下来不是自私 可能是雀诺啊 看你用什么名字啊 留下来也可能是欺骗啊 因为你心已经跑了啊 所以留下来跟走 有很多很复杂的情况啊 选择自私或者更好的未来 还是不变的责任跟承诺 如果那个我们在谈 Sternberg的三角形的那个理论的时候 他有告诉你你没有承诺的时候 或你只有承诺的时候 那种爱是什么爱 你没有激情 你也没有 intimacy 那叫空洞爱 你如果回去查前面的讲义 你是可以选择这个 但是你不要忘掉 你到时候是不是心中真的 无怨无悔 这个选择不是 我觉得这选择不是那么单面相 单一个相度的 所以承诺跟责任 这个是不太容易的 不是表示你都不离开 就是你有信守的承诺 我举个例子来讲 老师在礼拜六要不要补课这件事情 我一直以为所有人都要补课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结果呢会发现说 老师可以决定要不要补课 那我说那我们回到从头来 为什么礼拜六要补课 是因为我们要上31号的课 对不对 那如果礼拜六补课是上31号 可以决定要不要补课 那我是不是每个礼拜一 都可以决定要不要上课 不是吗 那我决定要上课根据什么呢 根据大家来投票吗 听说有些老师礼拜六不上课 就是要跟大家投票 同学我们礼拜六要补课 然后同学大概都不会举手 这我干过类似的事情 大家都不举手 我说对不起 那你们都不补课 那我也不能来吗 大家就不要上课了 耶 绝大欢喜 这样 同学我们还有一堆人要负责任 叫纳税义务人 我们不是私立学校 我们的钱不是来自你的学费而已 我们只是纳税义务人不知道他们把钱多少钱放在我们头上 一堆官员可以说 哎 我们不要开会了 立法委员 哎呦 这开会干嘛 反正我们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就别开会了 照拿薪水 你什么感觉 你就很不爽啊 那为什么学生放假 你会觉得很爽呢 为什么老师可以决定这堂课可以不上课呢 礼拜六 我大惑不解啊 然后大家都很高兴 这是我们在台湾奇怪的事情 非法的人可以靠 我们可以靠着集体决议来集体做非法的事情 然后我们还非常高兴 然后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损害了谁的利益 我们觉得没有人利益受损了 纳税义务人 你没想到那个人 要上课就是一定要上课的事情 这是你的职责所在 我们连这个基本的概念都没有了 还可以不上课 哇 就是顺便跟你讲 类似这样的 我们很多人对于什么叫责任 什么都搞不清楚的 那有些人认为责任 就上课 好 我要上到最后一堂课 老师也不精进自己的学问 就像拖死狗慢慢上 你已经上第二堂 已经觉得无趣了 你得上到学期末 这叫负责任吗 这叫负责任吗 我把课算完了 那我课上得非常无趣啊 我也不管你的反应啊 那这叫上课吗 这叫责任吗 回到你这个问题 你跟一个人来往 你就说我对你有责任 但是呢我其实对你的 已经不理不睬了这样 那我们22号去哪里呢 世界末日哪里好去啊 我们在床上抱着吧 等着世界末日吧 也不知道怎么会发 会在哪里发生 现在美国发生 这是大概是真的 电影是这样演的啊 对不对 现在美国发生嘛 你就打开CNN看嘛 哪时候时间断去你就知道发生了嘛 It's happening 对不对 然后再往窗外看嘛 有没有一个大黑云罩顶啊 对不对 有没有那外星人降下来 然后再看看张鱼烧还有没有的卖啊 因为外星人现在不都八只脚吗 那万一张鱼烧都飞上天去 你就知道 他们来了 They're coming 神经 啊 我觉得啊 我们孙卫星老师也是太认真的 要我就找一群人拍个搞笑剧 在12月21号那天 大家都封成什么样子 啊 自然科学博物馆 那边就一群人封在那里这样 有时候这个社会 也许从搞笑他才能知道 他自己的真正的面貌 你那么严肃跟他讲 这不会发生啊 你要算出最小功倍数 他也没把我算出来 我在那边算 25年 三年什么什么的 地球一年到最小功倍数几年 然后那星球会排成一条线 排成一条线 你打过撞球吗 这对打撞球有意义啊 打啪啪啪啪 然后就就怎么样 全部入带 那才是酷 我就怀疑宇宙中 是不是有一个人在打撞球 那时候地球就面临危险 哎呀可惜啊 真的很可惜 大家没有为了这个 在世界末日来之前 排一个世界末日电影 或者去访问街头的人 访100个人 世界末日来之前 你要干什么 1221 我们应该访问12个人 然后其中 21对情侣什么之类的 12对21对情侣 讲什么我自己都疯了 好了 总而言之 这个是回到这里来 就讲到那个责任的问题 我希望把这事情 不是只有放在爱情里面 你不能做一个空洞的责任 责任不是你答应的 什么都不去改进 什么都不去那个改变自己 也不改变两者的关系 然后就死守在那 那不叫责任 有一个最笨的一个中国人 叫做伟生 各位知道吗 他跟一个女子约在桥下见面 这人一看一听就知道不聪明 为什么不能在桥上见面 要在桥下见面呢 然后这人更不聪明的地方 你都知道 他还淹了水 他还守在桥下面 这人不知变通到死 真的到死 就那女的来一看 哼死在桥下 还好她死在桥下 这人没死 你跟她在一起 你后悔一辈子 不知变通啊 信守承诺啊 这是把肯命们发挥到极致的笨蛋啊 我答应要在桥下见面 他不会从桥上来吗 他是水仙吗 从里面出来吗 他 你不在桥上等他 他找不到你吗 他 他跟你一样笨吗 他 我每次看到这种 所以下学期喔 我的故事喔 基本上我都在骂人 我骂古人 你怎么笨成这样的 难怪你是古人 还好他是古人 现在人 要是你们都笨得跟古人一样 那你真的是穿越时空穿错 你还不如回到四爷那时代 四爷那时代精彩一点 你这时代不太精彩 有人说我这么爱讲笑话 我在大陆可以叫坎爷 这个名词不错 各位有空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好啦 这是回答你们的两个问题 我希望 这个礼拜又接到了 人家约我要聊天这样 希望能够帮她解惑 我有很大的困难 坦白跟你说 他说 可是你在那个地图影台说 学生来找你谈问题 你很高兴啊 我的学 我要再次强调 这个学生是指 班上上课的学生 不是指看电视的人 我对看电视没有责任 包括电视的外星人 对吗 外星人有天在收看啊 对不对 他也要来问情感问题啊 然后一来不把大压吓死吗 所以如果你上我的粉丝页 跟听这个录影的 你都得不到解答 我就没有别的答案 我不是那个 我不是某某某信箱 他创信箱他一定有意义 我不是 我只是上课 来解决你们的疑惑 提供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向 你相信也好 你不相信也没问题 你就要至少我是怎么讲的 你要知道 我用的理由是什么 所以就是 顺便发表一下 我对礼拜六的看法 那是应该要上课 各位同学 纳税义务人钱在你们头上啊 我觉得啊 其实校长一开学 就应该告诉你这一点 你每翘一堂课 纳税义务人的钱就跑了 就被你浪费掉 那比18%浪费的还要多 你不想念这个学校 请你让给别人 好 那当然老师教不好 那也是要处理的 不是老师教不好 就你不来 都是要处理的 这是一体的 那我们讲爱情 婚姻跟家庭 这是非常密切的 那现在的形式 婚姻还是常见的形式 社学家虽然在讨论 现在同居的情况很多 分手当然就不用讲 那同居情况很多情况下 将来会不会在社会上没有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会不会终结 这个在家庭社会学家跟一堆名嘴的嘴巴里面 名嘴是什么都会谈的 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那社会学家有的有证据 所以你看现在家庭的数量越来越减少 年轻人呢第一个晚婚 然后晚婚以后也都没小孩 所以在传统的社会学 最小的单位叫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是指两代人 那个夫妻一个配儿 小孩有亲子关系跟夫妻关系 这是最基本单位 现在有些家庭 而且这数量好像慢慢增加 有些家庭根本就没有子代 没有亲子关系 只有夫妻关系 那在传统社会学 根本连这个都不算 那这种不算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达到了一个警讯 也许社会学研究可以转换方向 婚姻 同居 同居率呢 在各个高度工业发展的国家 同居率都慢慢的升高 都慢慢的升高 但是这升高 会升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 那所以有人认为 将来人大概都倾向同居 而不会结婚 特别在有些先进国家 同居的权益 跟结婚的权益 在法律上 法律上是一样 那就更没有结婚的需要 可是我觉得这个前提很奇怪 如果是一样的 为什么就更没有需要 而不是如果是一样的 就更有需要 那这个辩论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要看实际的数字 跟实际的做法 那这个你们大概都 有人有亲身经验 有些人呢 会面临这样的考量 那接下来就是三者的关系 有的一般来讲 是接续关系比较多 但这不是所有的情况 接续关系 通常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会期待 尤其你们这种人 会期待 要有爱情才能够结婚嘛 然后才能够组成家庭嘛 你不能说有了家庭以后才结婚 然后才有爱情 虽然有些人是这样做的 有些宗教呢 完全相信这一切是神的旨意 或者谁的旨意 你们两个在一起 那不是你的意志的问题 你只要在一起了 就可以相爱 古代的中国人 完全结婚前完全不相识 你靠着没人跟双方家长 决定这两家人的关系 以后你就跟他结婚了 结婚之后大家是过日子 没有爱情的分量在中间 那以前是男性为主的社会 你如果性的需要 大老婆不给你 没关系 你可以去逛窑子 就是去找性产业工作者 性产业工作者 如果你很喜欢 你有钱 你把他包下来包养他 然后变成你的小老婆 那其他有些人呢 可能你跟他情感上 又不是性生活上 你还可以再娶一个情感上 可以跟你交流的女子 所以呢 一夫多妻就是这样 每个妻子扮演不同的功能 然后丈夫呢 在中间享受一切 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还能享受这种 如果你可以叫福利的话 或者这个是冤虐 看你怎么想 大概只有有钱人 跟有权利的人 现在政治上有权利的人 也都不敢公开说 自己有另外一个家 虽然有时候有些人会被揭穿 说他早就跟他太太不住在一块 他太太早就到美国去了 然后他现在呢 是跟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 讲得非常含蓄 跟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 那他是他小老婆 那就不要讲 尤其他万一是名嘴的话 这个故事呢 在一天之后 就完全就消失了 我在讲谁 我保证你不知道 我是有名字的 我保证你不知道 因为台湾的事情发生太多了 有的时候三天以后就是旧文 然后一年之后就叫历史 然后我们台湾人 都不得研究历史 什么事情都回来当下 回来当下 在另外一个意义很好 在这种遗忘历史的意义上 是很糟糕的 另外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婚姻跟爱情跟家庭是三段 可以是分开的三个不相连的东西 尤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英文叫arranged marriage 叫包办婚姻 那次一个多月前 刚好有人认识一个朋友 从上海来 一对夫妻 第一次来台湾很年轻 他也是学这方面 是复旦大学的老师 那我就提出 我以前念书有说 你们中国大陆以前 婚姻是由单位来安排的 他说对 他经历过 那单位安排婚姻 单位安排婚姻 譬如说 各位都在这里念书 然后我是党领导 譬如说 然后呢 我就开 当然不可能开爱情社会学 这个比喻 你要知道有限制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 大家都到男婚女嫁店 我就开始自己当侨态手 就配了 你跟你 你跟你 为什么 因为你们学校加起来 后面是整数 可以吗 你真要问他什么 讲得出口吗 讲不出口 他就觉得你们想要配就配 所以很多人就配出了冤家来了 在那个时代 你结婚没有自由 还不是因为宗教的原因 纯粹因为政治原因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自己认识有些人就是这种 这种安排婚姻之下的一种悲惨的结果 你的自由意志完全被抹杀 很痛苦 那现在有些宗教像统一教 是教主来安排你结婚的 他觉得你跟谁结婚 你不要 有的人连面都没见过 结婚的时候呢 就站在一个大的那个礼朝场 或礼堂或巨蛋之内的那个 台湾有时候全球同步播出啊 我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 那个新郎或新娘 就拿着对方的照片 这在我们台湾通常是死人的意思 可是死人的还有两条黑黑的 他就拿着照片 他们在结婚 然后他还没见到他的新郎或新娘 可是呢 那典礼要在那天举行 因为是全球同步 教主在一方扶赠各位 就这样结婚了 对我们来讲都不可思议的 台湾还有一些没有明目 没有很隐晦的一些教派 也相信人只要见了面 结婚再发展感情的 还有一个单位拍了一个电影 拍了一个号称纪录片 我一眼就把它看穿了这样 你相信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团体的主张讲出来 所以是有这样的主张的 各位如果将来可能有机会碰到 或听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现在大部分人相信的是 love marriage 而不是arrange marriage 爱情 不结婚至少爱情 或至少要认识 比如说啦 你可能到了一个三十几岁 三十几还好了 现在家长大家都期待 小孩三十五不结婚才会是比较紧张 那我以前问过 十年前我就问过我的学生 男生认为最晚结婚那应 大概什么时候 我是粗略的 男生到了四十岁以后 很多人觉得那已经是很后面 四十岁以前要结婚 四十岁以前还没完够呢 这是很多人说法 女生呢大概希望三十五岁以前不要结婚 最晚最晚三十五岁 这是十年前我随便做的一个那个 我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是有增加或没有 那你在三十五岁之前 你能交多少朋友 你能认识什么样的人 女生 那男生在四十岁之前又能怎么样 这个其实都值得进一步的去研究 那一样你都希望是谈恋爱结婚的 所以有些人呢就算介绍你所谓的相亲 你都还要自己在这个 咖啡厅啦或者南部的话 在冰果市啦 你至少要吃上几个水果 你才能认识他 很少有人就结婚当天才那个 我的朋友有逃婚经验 逃婚什么叫逃婚 有一天你就接到喜帖啦 这很早 这很早不是最近 我的朋友最近才结婚 那都是第二次婚姻 通常也不会罚喜帖的 好 那早期呢 这个人没结婚 怎么有一天接到喜帖 从他台湾的家里寄出来 他明明人在美国 说这个小儿谁谁谁 与小女谁谁谁 将于几月几日 在哪里举行婚礼 什么欢迎何地光临 那样之类的 那些称联灵的 那些人不卖喜帖 什么时候 那些子 发现气氛怪怪的 请问这里是不是某某良苦启示 对啊 新郎呢 你们干嘛 我们是新郎的朋友 想先跟他打个招呼 你先送礼吧 就先送了礼 新郎呢 你先坐吧 新郎没回来 新郎没回台湾 婚礼要举行 你看这哭到什么地步 这在现在叫诈欺 以前就是要逃婚 逃婚就跟诈欺 反正就很尴尬 我没在场 我没在场 这故事人家讲得我听的 我没在场 然后我就说那后来呢 他后来做了一下 反正把糖果瓜子吃完了 然后好像气氛怪怪的 他们就回来了 反正也都不认识 都拼桌的 然后想说那么饿的 干脆到外面吃碗面 还快一点 就回来了 后来礼金也被退了 我跟你说过 礼金部全台湾或全世界 没有像礼金部那么清楚的账 没有 那还不用什么海外什么账户 那礼金部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账 国税局人难道不知道吗 好 所以这个恋爱结婚 现在变成是一种异性态 你好像没有恋爱要结婚 这个事情听起来非常奇怪 你如果哪一天跟人家说 跟我说 老师我要结婚了 新娘生的同学 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 见过面 没见过面 老师你这太账户 干嘛见面 反正就结婚 这听起来就很怪 对不对 但是你假如是有钱人 或是有权利的人 到现在为止 你的婚姻基本上 还是属于别人安排的 不是你安排的 我的同学 大学同学多年后 我们才发现 天哪 我那有钱同学 在变大学的时候 就一下子 比我们所有人都早知道 班上谁家是有钱人家 他们家是属于某某企业的 他们家是哪大家族的 他们都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看就是同学 站来看 旁边都有个企业的牌子 谁要跟谁来往 谁家是怎么样都知道 甚至对方开什么车都知道 我们那时候 没几个人有车 他们都开车上学 那才真叫有钱人 以前 可是那时候他们有钱 我也不觉得 屏幕差距有那么大 就算穿白衬衫 他的质料都跟我们不一样 好 这是 所以这个爱情婚姻 有历史文化的脉络 现在强调恋爱结婚 但是我从你们的作业 今年作业还没看 今年作业等这礼拜 把所有的讲义做完以后 才会开始看作业 以前的作业 大概劳工阶级的爸妈 都是将近结婚的居多 大学毕业的爸妈 大概一半一半 有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大概还是属于 大学生的专利 在我那个时代 你们的爸妈 大概都跟我差不多时代 所以恋爱结婚还不是那么普遍 虽然从五四运动以来 就强调要恋爱结婚恋爱结婚 很多人做不到的 很多人没那个命的 好 到现在可能有些人也还不是这样 我们虽然看起来很普遍 有些人来的地方不太一样 或有些人有奇怪的命运 那还有一些是个人的选择 你选择要怎么样的 你的婚姻是要有恋爱为基础 还是不要 这是个人的选择 这事实上很多人 有很奇怪的样子 那求婚很少人研究 只有这个人研究 他求婚呢 通常是时机 求婚其实是最 其实才应该叫告白 因为那个真的要很紧张 但求婚呢 因为理论上 你已经跟他交往一阵子了 他会不会答应你 应该是 你有某种程度的把握 不然的话你求婚 当场被拒 这是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挫折 或者这个问题叫什么 遗憾 懊悔 跟随之而来的无限的想象 这求婚 所以呢 他觉得时机是一个 pop的question 你什么时候把那问题讲出来 这个现在其实多半有机可循 尤其在电视上看到 第一个你会发现现场 有很多记者或摄影机 这你就要小心了 懂吗 各位要去这个 过圣诞节的时候 你要小心 特别看到摄影机 像我这人看到摄影机 是非常敏感的这样 我这几天经过台北车站 台北车站中间有一棵圣诞树 还蛮漂亮 所有人经过都拿出手机这样 然后我就很 常常就变成这样 我就变成是人家的镜头像 一定被杀掉很多张这样 因为我不知道人家在照相啊 我就这样走过去 我说他们在干嘛 咔就咔照一张这样 然后那人就这样 我就知道我一定这样 每个人都忍不住 我也差一点忍不住照一张 后来我经过的时候我就走很远 走到那种大概不会有人去照相 不然你走哪里都会经过人家的照相区 你知道吗 你的灵魂就被抓去 就这样 很可怕的 好那这蹦出来的问题 那有些人呢 特别喜欢给人家surprise 所以其实拿那个当时 特别是男生安排了很多surprise 包括电影包场啦 包括什么那个大荧幕会出现的名字啦 那台湾棒球赛好像还没做这种事情 美国棒球赛有时候当场在棒球赛中 或者球赛的中间你买通了或者出钱 然后那个 台湾友友是吧 谢谢你 很多次了是吧 而且都是球赛的 都是那个算是什么 那个叫球友会吗 就是你要申请嘛 是吧 好 谢谢你的更正 好 像这种都是很大的那个 那有的时候呢 有人办公地方有一个广告 就升起了一堆 飘起了一堆气球 在你的窗外 然后说什么嫁给我吧 这样 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广告 还说小林嫁给我吧 这样全台湾的小林都不知道 是谁来跟他求婚 那后来发现是一个广告 那好像后来也结婚了 但结婚那对人好像 是不是同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了 好像后来也离婚了这样 这个你太dramatic这样 像我个人这样 我一定会被吓到 吓到心脏病发作 当场死亡 我猜我会是这样 那就蹦出来出其不义 你就真的也不是真的不义 你只不义是会发生在那一天 那当然大部分人呢 这样做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靠着环境的压力 给当事人一个 没有说不的机会 你想啊 大家在球赛看球赛 对不对 看得嗨得很 就等着下一场要打了 然后你还不答应他 你答应他吧你 我们要看球赛 好吧 就是类似这样的压力 那你还在那边 迟疑说 我不知道要不要答应他 可是 如果等一下打十分 我就会答应你这样 棒球打十分 那多困难的事情啊 对不对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 如果那网球赛能得25分 我就答应你 我网球赛没有25分 网球赛零分 十分 三十分 击分 网球赛是很奇怪的击分方法 网球赛零分叫做love 你搞什么吗 你们这些人 我第一次打网球 我修网球课 以前 挥棒挥了一学棋 终于结束了 大家都很高兴 老师一二三挥 一二三挥就这样 就每天在那挥 挥来挥去 挥 你知道吗 最后老师说 恭喜大家修完一学棋 网球课 有个同学就很孽如的举手 老师那网球的规则是什么 老师说 没教你们啊 老师没教 这一学棋我们就叫 一二三挥 一二三挥 然后有一天好像打到墙壁了这样 至少那球可以弹回来这样 那一二三打反正打得去通常都接不回来 有人拿回地球来玩这样 就当成回地球来打这样 总而言之 老师说 没有啊 你放心 网球规则非常简单 三分钟就讲完了 那个第一球零分 第一球过了就十分 然后接下来三十分 然后你就赢了 这是我学到的网球规则 是不是这样 不是啊 不是你下课告诉我 反正我们这堂课也不是讲网球 那我要告我那个体育老师这样乱教 这样 好 出其不语 另外呢 成功的估算 其实都有成功的估算 那成功的估算呢 这点就很难 因为呢 你只能算到男方的想法 你算不到女方的想法 除非你派间谍去刺探女方 假如你男朋友跟你求婚 你会不会答应 这不是太明显了吗 这样的女生有那么笨的吗 如果有人这样pop the question for you 你一定觉得说 哎呀这个 我才不会答应呢 你真的不答应吗 这样很尴尬耶 所以我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做的事情 看起来好像很自然那样 但我每次看有一堆摄影机在那里 我想说 你是来真来来假的 那么多摄影机 你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吗 他们都好像没有发生的样子 第二个是浪漫的商品化 这个很多人都研究 送给女性的戒指的不可或缺序 这样有人不送戒指的吗 所以戒指天大发又横财嘛 对不对 哪也不告诉你那是雪钻石嘛 告诉你雪钻石了 他卖谁呢 然后就告诉你 广告都是这样子啊 这几年没有了 前几年广告都是 钻石横九远 一颗永流传 还讲那种很奇怪的国语 这样我都取不来这种国语 那你不买钻石求婚 你那盒子一打开 嘣 没有 你还玩什么呢 你搞笑吗 你 对不对 然后什么要几克拉的 那你这一搞 好莱坞一搞 其他男人就惨了 你没几克拉你怎么办 我非常幸运的是 我太太从来不相信这事 同学男同学特别是 女同学这时候暂时不要听 男同学一定要找那种 不相信这种事情的女生 你会省好多事 不然他要求你几克拉 你就克拉克盖伯去吧 克拉 好 那个 对不起 那是一个男星的名字 克拉 我怀疑是从那个名字来 好 另外呢 象征交换了 彼此要给对方借 但通常在那个电影里面 都是男生先打开戒指给女方 女方收了以后 再想办法去买一个戒指给男的 或者拿去退 这样 因为那戒指到底要多大 戴得下戴不下啊 你知道吗 那也是另外一个间谍工作 你得靠谁去测 要不然你就是找他的好朋友 闺蜜 去量他的手指头有多宽 怎么样 要不然就很厉害的 那个钻石业者 或者那戒指业者 就会买那种 其实是可以调整型的 可以调整的 要不然他就说 你先用大一点套进去 不可再回来改size 有大说小容易 小放大难 所以他会建议你 那你还是大概多少身高啊 这都是从这种体质人类学得来的经验 那大概什么样的戒指 这样 所以女同学有人会对这个很期待这样 想想学钻石好吗 我觉得诚意是最重要 那颗戒指啊 如果真那么重要 自己买给自己 比较简单 第一个size一定合 第二相争交换 戒指换取终身的承诺 然后那个钻石叶子就告诉你 一个钻石不会坏啊 钻石可以割一切啊 那这是什么教训 等他跟他打架的时候 你就把他脸上一画 不是割一切吗 你到底要讲什么吗 你们爱情坚真像那个钻石一样 爱情坚真一定要像颗钻石一样吗 你要不然就像我说的 这钻石观啊 孙老师说啦 每个人是一颗钻石 你得最大面要呼应一下 你好歹这样讲嘛 对不对 将来我变成爱情大师的时候 或者变月老的时候 你这样讲 月老曾经说过一句话 对不对 在他的粉丝页上有 有像钻石一样 这就是孙老师扶证过的 当今月老扶证过 保证生生世世永永远远 如果那个人不买这罪纸 你就知道他别有他心 有吗 这是另外一个办法 中心牌月老钻石 月老保证 诚意跟经济人类比例啦 那他到买钻石 这就尴尬了 所以你就看什么 英国皇室对不对 那皇室他反正是纳税人的钱 他花多少钱 他自己搞不清楚 你自己就搞清楚了 所以这诚意跟这个能力的 比例的问题 你要太碰轰的话 人家怀疑你中了乐透 但你怎么买得起呢 要不然更怀疑那个钻石是假的 真的假的谁分得出来啊 反正不就是一个戒指嘛 所以这个是浪漫的商品化 另外呢奇观啦 现在这个社会强调这种 要被人家看到啦 要自己觉得很有面子啦 所以什么棒球赛那种 你干嘛不私下的举行 一定要让全世界人看到 为什么 要跟全世界人同欢乐啊 这是奇怪的一个逻辑 这不是你personal事情吗 看到了怎么样 祝福你哦 恭喜你哦 全场这样 给你来一个波浪舞这样 然后你就觉得很high这样 这是我不太能想象 但是我知道现在很多人 都这种奇观式的 让你的那个婚礼的场面 非常浩大 然后看起来非常澎湃 然后看起来很有面子 很有面子 然后旁观者在旁边 在场跟起哄啊 嫁给他 嫁给他 嫁给他这样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这样喊 你大概不嫁给他的可能性很低 要不然那女的就跑了 然后留下来全场的遗憾 诶在那个怎么解的 我还在讲 全场的遗憾 懊悔 跟水之而来的无限的想象这样 诶这句话写得很好 我应该把它背起来 诶 你能想象吗 有一天在跨年 譬如说 然后有人跟那个人求婚 然后满满的人 他其实逃不出去的 那女的就飞起来了 我不要跟你结婚了 就飞起来了 然后就像嫦娥奔月 就飞到月亮上去了 嫦娥奔月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家庭暴力的故事 后裔去取了灵药 为什么不取两颗呢 就取了一颗 对不对 然后那个嫦娥就趁着她不在的时候 这两人夫妻爱情坚真 怎么会只有一颗药呢 药一颗我就不去了 送给别人 对不对 就趁着她不注意就吃了 吃了又呜就飘到灰上去了 所以在中国人的月亮里面 有三个东西 一个嫦娥 另外一个兔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的 另外还有一个吴刚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的 你想孤男寡女 还有一只兔子在那 这怪怪的故事 我希望太空人没发现这一点 太空人上去的时候 没有发现月亮 没有发现 它有地球 月亮看不到那一面 各位知道吗 The Dark Side of Moon 所以那个根据这一面 很多人发挥了无熊的 无数的想象 想说那边到底有什么故事 从什么 变形金刚三 就从那边来的故事 还有好多好多故事 有讲钢铁穹娼 也是那样的故事 都是从地球阴暗面来的 好所以这个还录影纯正啦 有图有真相 那个录影带谁看呢 将来你的子孙看 还有放在那个婚礼现场看 现在婚礼现场都看 都放那种谁看啊 可是现在变成一种仪式 你知道吗 现在连葬礼都放啊 我觉得这真的是 葬礼跟反正都是礼啦 就让你这个来的人 很无聊的时候 可以回顾那个人的一生这样 这是忠心小的时候 就一张开裆裤照片 然后全场一定哈哈大笑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被人家看光光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谁谁谁小的时候 他们小学不在一起 但是这两个不在一起的人 注定还是会相会的 然后就一张 一起出油的照片 就来这一套 我真的是该退休该去开这种婚礼公司这样 专门搞怪婚礼公司这样 这两人是不会相遇的 然后就我的婚礼就租两个场地 然后新郎跟新娘交换场地 你以为你走错地方对不对 新郎觉得不是 让你surprise啊对不对 然后其实那边的新娘是这边的新娘 这边的新郎是那边的新郎 你们这人有时候好像缺乏想象力 还是我真的讲的没那么有趣呢 好我先把它讲完 我们再下课 然后还要仪式了 这个求婚 通常是男性要跪求女性 这个在你膝盖好的时候 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像老师这个年纪跪下去 可能就起不来了 老师你起来啊 你扶我呗 这个男性跪求女性 膝盖好的时候是可能的 那现在好像是 听说是中古骑士一种效忠的一种方式 那个原作武士啊要跪着 然后那个女王或者第一夫人 就拿那个剑就在你肩膀上弄一弄 就表示她给你权利 有这种的遗留这样 武士的那种求荣耀的一个遗留 第二个女性做最后的决定 在有一个社会家说 女性传统的女性都没有权利 这是她这一生最高权利的时候 理论上她可以say no 但是她应该不会say no 所以呢男生跪下来说 请嫁给我吧 然后那个女生呢会迟疑阵子 那迟疑呢就是她的权利的象征 可是她一旦说了yes 她就没权利了 这是有人是这样分析的 然后管理者也配合啦 第一个你要服装整齐啦 第二个你不能来闹场啦 对不对 那个神父要服装的时候说 如果有人反对现在说出来 不然以后就别说 你不然就有人闹场 一堆人举手说我反对啦 我们全部反对啦 我们联名反对啦 不是闹场嘛 对不对 那种人都应该被排斥在外的嘛 你知道所以那个那种说法都是随便说说的 就像网路上那个说你同意吗 你已经看过以上条款然后同意吗 谁去看以上条款然后同意的 都把话的同意然后下一步 对不对 这都是公开的谎言 从以前到现在 这是一样的 这社会常常有这种东西 另外呢 语言的定型化跟性别意涵 这我再几次都强调过 都说嫁给我吧 这两个人基本上是处于不同的 男的叫娶 娶新娘 女的叫嫁老公或嫁丈夫 这是传统的不同的名词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时代呢 不需要这种男尊女卑的这种看法 我觉得就说让我们结婚吧 We language 是我们就表现出平等对待跟共同奋斗的那个 所以有学生来找我的时候 我说建议你不要讲嫁给我吧或娶我吧 我觉得那天有一个女生跟男生求婚 她用的语言还是这种传统的语言 说你娶我吧这样 她为他去整形 为他减了九公斤 然后那个男的就答应 那这男的喜欢的是谁呀 哪一天你万一富胖呢 他要退货呢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不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当然你能够保持是比较好 但是需要到减 用整形的地步嘛 所以平等跟不平等 其实是有弦外之音的 很多人都不从日常生活语言去了解这种细微的差别 我上次有讲过包括 那个在一个组织里面能够把组织不正义的事情公开的人 我们在台湾没有好的话 只叫他撂碑啊 那撂碑啊谁可以让他撂碑啊 撂碑啊是好这种人是为了社会公益是好事 结果你给他那么差的名词 谁要做撂碑啊 如果你告诉他说这是正义使者可以加入正义联盟 可以加入台湾队长这样 那这就不一样了嘛 所以在一个单位里面你真的发现那单位有不公不义的事情 有犯法的事情你敢出来讲吗 你敢出来讲他们就很撂碑啊 这是黑道的阴谋 让你不敢做正义的事情 他就从名称给你一个很烂的title这样 那你还相信 这从语言上面来看 那这个结婚这个也是一样 如果各位真的要共度一生 我觉得最好的语言就是We Language 让我们结婚吧 让我们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我觉得这个个人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语言 好那先上到这里 好那我们接下来上这个第二个部分 婚姻在社会实体中建构 这是一个很早期一个社会学家 跟他的朋友所联合做的研究 这1970年代的研究 那个根据理论我就不说了 他的论点就是说 婚姻是两个人 从面对不同的自我 他者以及世界 转而面对面协商各自的自我 他者与世界 是从所谓现象学观点来谈 婚姻的这个 从两个不同的人进到一个婚姻关系里 所要面对的 然后呢获取跟重建崭新的意义 你的身份增加了这个世界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两个人共主一个世界 就是我所谓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你要奋斗什么 那这个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微观的知识社会学 那他把婚姻看作是规范工具 而且呢当事人不是只有进入新的角色而已 他基本上是进入一个新的社会 那那时候他也没多说什么 这是他的要点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谈到 如果结婚的话 第一大概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择偶了 叫做mate choice或者mate selection 那这个在人类学在社会学 特别社会学中的家庭社会学或心理学 都有这方面的研究 那有人就研究 这个研究跟日常生活经验就相似度非常的高 用的语言略有不同 1958年就有人讲说 考虑门当户对的婚姻 门当户对当然不叫door to door window to window 这个你假如这样翻译 这可以变成我下学期笑话的主题 这个叫做homogamy homo就是相同的 你找相同的条件的人 当成择偶的主要的对象 叫homogamy 我们可以翻译门当户对的婚姻 那考虑 当然我上次也说过 所谓的相同 其实是从大体上来讲 你细开来看 相同中一定有不同 然后从另外一面来看 不同中一定也有相同之处 看你要怎么说 社会性质相同 然后呢在一个候选圈中 哪些人是你可能可以交往的对象 从这候选中然后去选择 或选择互补的候选人 这样或者是怎么样的候选人 像各位有时候会听到 有些人讲婚姻市场 好像到菜市场买菜的样子 那菜市场买菜你也会挑你喜欢的 不管菜市场或者是 你们那么年轻大概都到超市了 也不是你们年轻的问题 像我妈妈在菜市场买菜 我就是在超市买菜的 第一个工作时间的问题 你下午去菜场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到超市买菜 那超市买菜呢 我妈妈看法就跟我很不一样 我妈觉得这超市买菜 这菜的好贵这样 我妈到菜场可以买到很便宜的菜 那我就买到比较贵的菜 那时间嘛怎么办呢 那一样你在选择 你是大学毕业生 你能选择什么 理论上这也有性别的问题 我们常觉得男生可以选择的 可能性比较多 譬如说男生呢可以下娶 女生可以上嫁 但是女生不能够下去 男生呢很少上娶 上娶什么意思 娶条件比你好的人 嫁条件比你好的人 女生嫁条件比你好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女生嫁条件比你差的人 他觉得你堕落 男人都死光了吗 你一定要嫁给那个水电工 譬如说 水电工的薪水超过22K 水电工那天报纸上写 他的平均薪水6万 他的薪水6万 如果他真的呢 可是他水电工 水电工又怎样 身强力壮啊 懂得一些 将来灯坏了 还有人修了 你不然像我这种人 灯坏了怎么办呢 就只要找水电工啊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讲到这个 下嫁跟上嫁的问题 所以你做了公主 你就很难嫁人 因为你做了公主 你要嫁给谁 你就嫁给那种 新科状元 嫁给那个驸马 对你来讲 那不然你就是要去和藩去 到那个促进 以前叫和藩 现在叫做国民外交 也不是国民外交 皇室外交 那你男的呢 取一个条件比你差的 学历 薪水 职业方面比你差的 是大家认为OK的 你男的取一个条件比你好的 你跟你总经理结婚 你试试看 大家的眼光都觉得 你这家伙可能不是靠能力啊 你可能就靠你的什么奇怪东西 然后跟你的上司 女上司结婚啊 大家会觉得这种婚姻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在我们社会里面 其实是比较不正常的 比较奇怪的 那这个就是 homogamy的一个基础 你觉得应该都比较相同接近 那其实还是有男高 男尊女卑的意义在里面 各位哪一天你试试看 如果你大学毕业了 你要跟一个美法师在一起 你看看你家里的反应 美法师可能也大学毕业 但是也赚很多钱 也有正常职业 但是大家会觉得美法师 或者你现在叫造型设计师 不管你用什么名称 那还不如建筑师 好像建筑师就不是问题 会计师就不是问题 医师就不是问题 美法师好像就是问题 这个你看 这是我们的社会的歧视 另外这两个人 接下来151的这个 Kirkhoff跟Davis 1962年 都比较早的 他发展了一个叫做 适配模型 这个东西 其实是学者的 一般人都有类似的想法 或者叫做过滤理论 Filter Theory 他说对短期的情侣而言 他短期有一个技术上的界定 就是一年半以内的 价值共识会导致长久的关系 所以各位在交往的时候 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因为相同的原因 跟那个人在一起 你喜欢他是因为 参加同一个社团 有共同的兴趣 那所以呢 各位参加社团 甚至到学校以外 参加慈善活动 你都可以找到或者参加其他的活动 都可以找到共同兴趣的 因为那活动本身就代表了兴趣 你上课有时候找到对象 不一定是共同兴趣 尤其必修课 选修课还可能是共同兴趣 我教爱情设计学那么多年 没有几个人 没有几对情侣在我班上发生 然后结婚的 没有啊 应该有15年了吧 反正就多少年来 只有一个女同学 请我去喝喜酒 还不收我的钱 特别交代不收我的钱 我说为什么 我说那个你的丈夫也是 你在课堂上认识的同学 她说不是 是我为了做你的作业 我去访问她 然后我们俩后来在一起了 所以这样子搭上 所以我的班上 如果你们这些人 有将来结婚的 或者跟前一批的人结婚的 或者跟下一批人结婚的 请通知我一下 不然的话 我在应征月老的职力上 她说好 那你教那么多学生 有几个 有几对成才的 有几对结婚的 我就没有业绩了 各位知道吗 请替老师多想想 所以如果没有男女朋友 请下课的时候 互相考虑一下 互相考虑一下 给彼此30分钟机会 好吗 然后30分钟过了不行 那就算了 老师知道自己的宿命 好 那长期的伴侣呢 就是需求的互补性 刚开始 你都会看到相同地方 等两个相同地方 能在一起以后 没那么多相同地方 然后就出现相依的地方 那你就要开始去学习 处理这些相同地方 跟相依的地方怎么办 有人在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两人很合很合 然后慢慢发现 哎呦吃东西两人不合 一个人吃大 一个人不吃了 那在恋爱的 这个喜憨奇的时候 你觉得真好 将来两人就不会 抢东西吃了 等将来就走到一步 真糟糕 每次吃饭都要你吃那家 我吃这家 二十分钟后 在巷口见面 所以就看 就真的是看你去怎么想 我觉得很多事情啊 真的就是你的想法问题 有人不觉得 这是一个大问题 有人觉得 吃饭不能在一起 是个大问题 那吃饭一定要在一起 就有一个人要强迫 另外一个人去吃 他不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这是长期短期 短期相同的因素 占很重要的地位 长期来讲 就慢慢地要学着去适应 这种不相同的 甚至把它看成是互补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说情侣会根据社会特质来比较 然后接着呢 会过滤价值的相似性 最后如果继续向婚姻迈进 这个向打错的话 要靠需求互补性 就他们的结论 这个结论也符合很多人的经验 刚开始谈恋爱 谈恋爱真的是一个成长过程 或是一趟旅游 你会发现刚开始谈恋爱 充满了新鲜感 尤其进入喜憨期的时候 然后喜憨期完了以后 就开始那现实感就非常的强烈 你就开始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你就有机会往前走 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大概就分手了 那很多人误以为恋爱 就是前面这一段 然后这段会长长久久 那你就不了解这种变化 另外一个人 他有三篇研究 提出社会交换的概念 为什么这种交换呢 情侣呢 首先选择可以看到的特质 所以外表跟行为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人强调外表 有人强调行为 那行为你要怎么看 有的人呢 就是在学校 只能看到他认不认真上课 会不会来 那上不上课呢 在台大很难说为什么的 在别的学校上不上课 有时候比较容易 尤其在私立学校 很多人不上课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在家睡觉 而是他去打工 私立学校的学费 通常比公立校贵两倍以上 好那他们的那个很多老师跟学生的 老师呢教私立学校学生 有很多老师很丧志这样 觉得教他们干嘛 他们不会好好念 很多老师就活在自己的世界 不会跟学生有什么互动 那学生呢 又活在自己的世界 也不想跟老师有什么互动 就求考试过关 拿到文凭 然后四年拜拜 那样的话 那整个大学的意义就真的更难了 我们在这学校还能讲一点意义 到别的学校大概只能讲意气这样 不能讲意义这样 这跟Manga是有关系 好 接下来是外表 所以行为 行为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参加去社团 除了看到那个人的外表之外 你还看到他社团活动里面 他是不是那种会公众事务关心的人 有些人会 走了会帮人家收东西 会帮人家到乐社会干嘛 那有些人走了就走了 看起来就像公主跟王子这样 觉得自己不是做那种鄙视的人 这种肮脏粗俗的事情 怎么是我做的 另外呢 一旦这个担子错了 多个人之堂 一旦跟可能对象互动 会注意到对方 政治 宗教 性跟生活 态度上的相似性 各位在学校 比较政治的活动 大概就是那种 要不要去街头抗议的事情 你对于这个绍兴难街 有什么立场 我是什么什么 我支持什么什么 这样 你要不要再去造一张像 有些同学对这事情很热衷 有些同学普普 你要我去造也可以 你要我不造也可以 有些同学极度反对 我们可以大概分成这三个 那你如果普普的人 就无所谓啦 你今天反对我也不是很那个 你今天赞成我也不是特别怎么样 我跟两种人都能相处 你如果两级的人 那就很危险了 就会杠起来 我那天连吃饭 都看到两个老师 有一个老师那些学生就杠起来 针对那个抗议的那个学生 然后那个学生就很喜欢 觉得他是英雄 那老师就很不爽这样说 不懂事啊你们 然后两个人 然后说你为什么觉得他不懂事 还好后来这个饭局的主人就说 同学你不要霸占话题 我们不要讨论这个 这是继续别的话题 两个人就差一点就 老师跟学生就要针对这个 另外一件事情就开始要吵起来这样 那你们同学之间 大概就更容易了 针对这种不同的政治意见 宗教 宗教还好 因为台湾在我们校里面 宗教不是太过明显 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发现有什么宗教活动 顶多就是社团摆着 有佛教的社团 以前基督教的社团 在哪一个社团 在那个小福前面 会拉一个红布条 写真爱运动 我第一次经过的时候 我以为是体育性的社团 说哇这人好爱运动啊 既然那么爱运动 一定身体很好 结果快发现真的不是这个问题 觉得真爱运动 原来就是希望年轻的一辈 不要在婚前发生性行为 这我已经讲过 那我一直觉得问题不在于 婚前跟婚后的问题 是会做跟不会做的问题 婚后让你会做的 你还是不会做的 不是一样吗 所以更高层次的问题 是你会不会做的问题 那很多人很怕 你一旦会做 你就会天天想天天做 然后你就会把这人生给搞垮 你有体力上的限制 你不可能天天想天天做的啦 这个在造物质在造人的时候 就把这个limit设好了 你知道吗 你到时候当机的你就做不了了 就像你记忆体太差一样 对不对 或者像那个电影讲的 那妈妈说你省着用喔 这样子 你能用到什么地步 有个自然的限制的啦 有个自然的限制 不要看那些A片 你就以为怎么样 那A片都不是一天造成的 跟罗马一模一样 懂吗 那A片都不知道怎么剪接造成的 你还说A片就能搞得下 我就不行 那你拍A片你试试看啊 真是 好 那接下来呢 所以呢 宗教方面也是 那性生活态度也是 通常我们这已经讲过很多 我们一堂专章讲这个 那通常男生对性会比较有要求 女生对性会比较没有 那这个经常会是一个 不好好讨论 会是一个争执的来源 然后态度 生活态度 生活态度呢真的是问题很大 比如说要不要上课啦 吃饭吃什么啦 要不要叠被子啦 然后这个其他的问题 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别碰到 你真的不知道 这些都可能是问题 有人有洁癖的 那个真的是到一个极端 以前有一个学弟的太太有洁癖 我们在美国念书 有人就一群人去他家玩 那个太太实在是受不了 有些人就跟有一个学弟说 谁谁谁啊 不是我哈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不要对号入座说 这故事一定有孙老师 没有很多故事跟我其实没关系 但现在有电视我就不能讲出谁这样 这个人现在不在这行 学弟你现在要带我家来 你只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 你至少把头给洗了 最好你把全身给洗了 而且要在我来我家之前洗 在我来我家之前24小时之内洗 你别说我洗过了什么时候上个月 我还注意那个学弟 天啊那头发可以打结你知道吗 结得像希腊神 希腊那个石膏这样你知道吗 卷成那样 他不是自然卷 他是没洗头 看起来脏脏的 我们都敢跟他讲啊 然后大家念书都很辛苦啊 结果那个大嫂就 就坦白跟他讲 他后来就不去他家 有洁癖的人很辛苦的 不过这个跟洁癖的人在一起 就活在比较安全的环境 因为他会看不惯嘛 那没有洁癖的人就 谁看不惯就有谁做嘛 就那个厨房洗水槽 会有堆出一堆碗这样 堆到最后一碗垮下来的时候 然后就会有人做 这也是一种方法 有人是这样生活的啊 这是生活态度 你不要一个人骂 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做 就一边骂一边丟 那个态度不太好 那拿到最后一个碗 刷下来的时候 开始做 那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 我应该去拍电影 因为你们都以为 这是我的生活 这不是我的生活 懂吗 我看你们的眼光我就知道 一定是孙老师是这样 并不是 OK 好 第三 最后要测试 什么杜芳 对方啦 这错太离谱了 对方在 我自己都看不懂这样 对方在个性跟你是不是配合 还有呢 配偶的角色期待 你希望对方怎么样 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们那代人 还希望我们娶的太太 是在家做专职家庭主妇的 我们那代人呢 不会期待 我们娶的太太 是要出去做事的 出去做事开什么玩笑 自己那么没能力 太太都养不活啊 那现在大概没有人 不期待太太出去做事的 因为那个在台北生活 时代太高 所以我那时代呢 我们那天同学会 还有同学说 哎呀早知道啊 年轻一点的时候 就该立志做少奶奶啊 很多人呢 受到这个女性主义的影响 或受到自我实现的影响 觉得自己毕业一定要做事 才能够显现出这种 身为女性的尊严 就把自己搞得非常的累 很辛苦 因为家事你还是要做 那传统中国人家庭里面 你在美国生活可能好一点 两个人会一起做 那在台湾的话 大概很多家事都还是女生在做 你白天要上班 上完班以后 男生可以翘着二郎腿看电视 你大概就不行 如果你还跟家长同住 那你就更不行 骂你老公 说哎 你就就可以翘二郎腿 这也不是我家的事 好吧 我是不是在那一幕前先打一个说 以下的故事都不是我家的事 不要再每次我都要声明 大家你们看我眼神 我都很紧张的 还有这个性生活方面 宿配的角色适当性 第四呢 情侣在不断的过程中决定 对方在刺激 这刺激是指心理学上的那种 刺激 价值跟角色方面的适配性 所以这个就是 到底是不是compatible 以前只有电脑讲compatible 对不对 那现在你知道有些 你用苹果电脑的 有些东西PC的东西是不能用的 反过来也是一样 那另外一个人讲到父母投资理论 parental investment 他说原来是研究动物发现的 研究那些湖蒙啊 研究什么的 后来转而研究人类社会 因为最近看到少年拍嘛 就看到有一堆湖蒙 竟然不在沙漠出现 在那奇怪的岛上出现 然后那个是电脑动画嘛 哪就那么一大群湖蒙呢 那洞怎么住呢 这不可能的事情 我有看湖蒙大灾门 那个动物星球频道的那个 还配成国语发音 听说还配成台语发音 那个那个戏实在太红太红了这样 那湖蒙可爱到不行 我几次都在模仿那湖蒙 嘴巴还要往前嘟 好可爱 我可能前世是湖蒙了 二 父母呢 父母亲投资在儿女身上 时间跟精力是有的性别差异的 在台湾找有些地方 你会发现很清楚 母亲教导小孩要重视社会技巧 然后艰困的时候有他情绪教养 这些都是大概都是母亲做 台湾当然有时候爸爸做 譬如是一起出游啦 小朋友啦 摔倒啦 摔倒啦 男生哭啦 在我们传统呢 就会被骂 男孩子哭什么哭 女生摔倒就可以放声大哭 男生摔倒就不能哭 所以这个从小的这种情绪教育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你们这代人大概比较没有了 我们那代人这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在公共场所教训你 就给你难堪 给你难堪 所以呢你就会受到这种耻感教育 我觉得我不应该去公共场所做这样的事情 那有人研究东方文化 日本啦 中国啦 韩国啦 这个文化都是强调耻感的 所以呢我们的长辈骂人会说 你再哭 你再哭 那个警察就来了 用别人的那个道德压力啊 不是说你再哭 再哭就 就回去 美国人呢是处罚小孩说 你再哭 你再哭就回房里去 台湾小孩回房里去才开呢 对不对 美国小孩回房里去是个处罚 台湾小孩看电影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回房里去是个处罚 你跟爸妈待在客厅呢才是个处罚 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文化上的不同 在教养方面 另外呢 父亲呢在取得方面通常投资的情况比母亲少 因为大部分人对父亲的要求是出外去赚钱 出外去赚钱 所以这是也是比较早的理论了 这父母亲投资在小孩的身上时间不一样 那有的人会从演化心理学观点 认为为什么父母亲会投资在小孩身上那么多 很简单 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孙能够有最大的存活几率啊 这样才能够繁衍种族啊 那这种用那么大的理论来讲这种事情 像是对也像是不对 没办法 好像解释了什么 也好像什么都没有解释这样 另外一个呢是要各父母亲投资里面 以后发展出来性策略理论 我讲学者就是语不经人死不休啊 什么叫性策略理论呢 他就叫sexual strategies theory 他就有长期的关系跟短期的关系 长期的关系要重视承诺 所以呢长期关系对伴侣 以及后来的生育关系 他会深入投资 投资爱的情感 还会提供资源 因为长期 短期呢就不必了 短期像一夜情这个 大家连名字都不必互通有无 所以你看像在Facebook上建立关系也是 有些时候我因为现在有了Facebook 所以有点经验跟困扰 很多困扰 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做 有一个人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加我当你朋友 我想那我该做什么 如果我打开那个有人说 有人要求我加那你 我知道你的名字还可以 你们有些人呢是用英文名字 英文名字还不是真的名字 有人名字一看就知道不是真的名字 不是真的名字 不是真的名字 有些可能是网路上的名字 反正很假的那种 那你到底要跟人家建立什么关系 用那样的符号 我觉得你不是用真的名字 你大概要建立的是短期的关系 或者你想隐藏什么 你不想让人家知道 有些人光明正在用自己的中文名字 那都没有假的 谁谁谁 就三个字这样 那我自己建立的 因为是学生帮我建立的 我自己的拼音 我不用 我不用汉语拼音 因为我的所有证件 用的都是以前的那种拼音方法 那学生不知道 就把我建立的汉语拼音这样 那不是我的拼音法 不过没关系 在网路上 反正你知道就好 那我自己的粉丝页 我也不摆自己的照片 因为我怕吓到别人 连我都吓到我自己 我刚才摆那照片 吓到别人 你摆 我喜欢那张奇猫的那张照片 我好喜欢那张 我很喜欢它 所以我还做了一件T-shirt 而背后就是那张图 也哪一天可以穿来给你们看这样 好 这是长时间跟短期的 那男性跟女性 会发展出不同的择偶策略 那男性呢 会重视女性的生育跟繁殖 这从演化心理学来讲 所以男性为了保障自己的后代 女性当然更保障自己的后代 因为 所以呢他会强调 女性年轻貌美 这样子 在医疗不发达的时代 女性年轻貌美呢 对于她的那个生育能力 是一种证明 是一种证明 在传统的中国的这个婆婆 一些台湾的婆婆 看女孩子怎么看呢 看她屁股大不大 骨盆大不大 会不会生好不好生 如果骨盆太小的女生 在将来生产上面 会有一些困扰这样 像这种 就不是从现代医学来看 她不知道有时候可以剖腹生产 或者可以收养 不一定要生产 又不一定要生产 那女性呢会强调 男人的地位 你要跟一个有权力 有地位的人在一起 这样子你才能够存活下去 这讲的根本就是后宫甄嬛传 在女人没有社会地位 没有其他资源的时候 嫁一个有资源的人 这是最快的方式 这是搭电梯的方式 或坐直搭车的方式 那这个时代已经几乎不需要这样 所以呢 男性长期的供养 叫长 以前呢 我那个时代 女生嫁一个有钱或有势力的人 叫做长期饭票 我已经多年没听到人家讲这句话 这个时代变迁真的很大 我要去找一张长期饭票 那第六 因为女性呢 作为母亲 对子女投资过多 所以没有办法短期中从事 多重伴侣的性关系 那男性在这里可以 所以这个理论呢 有时候可以解释 为什么男人比较偏向于有外遇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种理论 大而无当这样 大而无当 第七 男性为了增加自己后代 这个带子打错了 的存活纪律 所以不自觉的主动寻求转期办理 所以寻求短期办理 是因为为了增强自己有更多的后代 能够存活下去 你以为我们男人都是什么海龟吗 啊 噗噗噗噗噗噗 冲到海滩上 然后下一堆蛋 噗噗噗噗噗噗 然后再冲到海底这样 然后那老鹰叫噗噗噗 一直吃这样 哦 喔 事业人口还不够多吗 啊 你去问问那个 已经躲起来那群人 啊 那群人叫什么人 啊 � st 马亚人 对不对 啊 anta ア 对不对 男人只要花一点时间想 Chop 女人會想很久 但男人一旦有機會很少會放過 簡單講是這樣 這個翻譯翻譯的不太好 是我個人翻譯的 譬如說男性相似多少週左右 就可以發生性行為 這他們有研究 認識他一個禮拜 他就可以發生性行為 女性要認識六個月以後 才比較容易發生性行為 男人在你女性發生性行為之間 他大概已經發生了24次性行為 根據這個算法不是嗎 男人發生24次女人發生一次這樣 有時候我以前開玩笑說 我也故意混淆你說 那請問男人跟誰發生性行為 如果女人24週才會發生一次 你每週都發生一次 每次跟誰啊 這是一個trick question 好 當然跟不同的女人啦 女性並非只是從事長期的性行為 那從事短期的性行為呢 因為會關係到後代的存活 所以比較重視伴侶的品質 相對於男生重視的是數量 把我們男人講得真的很不堪耶 真的是 我這樣講是不是 出門會被打死 會被男性聯盟打死這樣 好另外呢他有講到六個 另外 覺得人際過程有這六項 就特別是談戀愛 應該這樣講 察覺相似性 哎呦你跟我一樣啊 哎我也是這樣想的耶 你就忽然間臉上就泛起了笑意 表示說哎呦我終於找到一個 跟我想法差不多的 第二達成雙方的默契 然後兩個人就還開玩笑啊 什麼就已經有一些相同的基礎在前面 第三激發相互的自我揭露 我們在這個社會越來越 覺得社會上越來越危險 我們很難 也很少願意跟陌生人揭露我們自己 太多的事情 各位在做訪問同學的作業 你馬上就知道 你自己不願意人家問你太深入的問題 你也不希望問人家太深入的問題 尷尬啊 我們高大學同學見面 沒有人問婚姻狀況啊 大家都趁著那個人不在的時候才講說 他最近怎樣 他真的在的時候大家都不問啊 問的尷尬嗎 對不對 你問說你現在結第三次還第四次婚啊 這一般還是認為不禮貌嘛 你不是罵教育部長 有很多事情都屬於不禮貌範圍 不是只有罵教育部長 這件事情是不禮貌而已 所以這是尷尬 所以你看你們問三個問題 我每次都最好奇的是 你們都問什麼問題啊 什麼問題是最接近隱私權 或人家不想回答的 結果過去幾屆的這個作業都是 沒什麼太嚴重的問題 你什麼學校畢業的啊 你的興趣是什麼啊 你放假都在幹嘛啊 因為我沒規定你問什麼嘛 因為我不想規定你啊 我一想規定 我一規定你就不用腦筋想了啊 那我想哦 這就是你們想出來的 那有些人跟我說 老師我不認識他 我不好意思問太遠那個問題 你就知道自我揭露有多麼的重要 什麼樣的人我們決定揭露自己 讓他知道我們的傷口 這跟哺乳類動物一樣 你看一隻狗 你跟牠不熟 那狗不會翻肚皮的啊 你是牠主人 牠就看到主人的 像我們家威威狗 你威威狗過來 威威狗過來 然後就給你翻肚皮讓你摸 那牠最脆弱的地方 牠敢讓你摸 就表示牠對你有十百分之百的信任感 自我揭露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很怕訊息被人家知道 被人家知道 我們就沒有安全感 我們的隱私權概念就從這兒來 所以在問人家問題的時候 你能觸碰到那個 那個訊息的那個邊界上嗎 有多少人會那麼白目問對方 請問你的銀行帳號是幾號 請問你的Facebook的密碼是什麼 你問了看人家會不會回答你 會可能也是假的 這東西就像什麼呢 就像女同學被搭訕 這事情我一直不解 以前有個女同學來找我 說老師 我很困擾 我說怎麼樣 他說我每天到學校來都會被搭訕 我說每天 他說對 包括今天 我就看他跟一個男子來 我說那不是你男朋友陪著你來嗎 他說老師那不是我男朋友 那是搭訕我的 我說搭訕你能搭訕到我研究室來 對呀 他說問我去哪裡啊 我說去找老師啊 他說那我可以陪你去 他說好啊 好 好 那他也沒進來就在門口這樣 我說你過來一下 他這樣 我說你搭訕他 他說是啊 那邊搭訕到我那邊來 他說老師 我還沒要到電話號碼 我說那你會給他電話號碼 他說會啊 我說那你現在給他他就可以走了嗎 不然有人在我門口一直走去 蠻怪的 這故事有經過改編 改編的部分就是沒有電話號碼這件事情 這是有經過改編 我先跟你講 免得那時候到時候寫信來罵我說 老師當初沒有發生那種事情 我舉的例子都不是真實的例子 懂嗎 也都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 他說每天被搭訕 然後搭訕都是跟他問電話號碼 我說那你給他啊 那我當然給他啊 我不能說謊啊 好 後來這問題我就很困擾 我就碰到另外一個女同學 這是在另外一個場合 我說你有沒有被搭訕過 他說有啊 我說那搭訕都跟你講什麼 問電話號碼啊 我說哎呦 現在都搞這套 我說那你怎麼辦 他說我就給他我男朋友的電話號碼啊 我說為什麼你需要這樣呢 他說他無聊啊 我說你不能罵他無聊你就走嗎 他說我幹嘛呢 他要電話號碼 我就給他電話號碼 因為那個真的可以找到我啊 那先經過我男朋友你試試看嘛 那後果是沒有我就不知道 所以這種被搭訕竟然是這種 這也是自我揭露的問題 電話號碼是不是很重要的資訊 其實我們大部分人認為應該算是啦 我們老師當然沒有 我們老師辦公室電話號碼 那基本上是公開資訊 那就沒有什麼 那老師電話號碼是算私人資訊 你不能隨便給人家他的手機號碼 你要徵求當事人同意 真的一個比較有基本的禮貌 就譬如說有人要問你 你知道我的手機號碼 舉例來講 他說你認識孫老師 我想跟他聯絡 你有沒有他手機號碼 你不能就直接告他 你有我手機號碼 你應該說我先打電話問孫老師 你找他有什麼事 然後問我說 孫老師我一個朋友有什麼樣的事情 我可不可以給他你的手機號碼 如果我手啃了 我說可以沒問題 那你給他號碼打過來 那你打過來的時候 你就應該說 孫老師你的號碼 是我從誰誰那邊拿到的 那打電話給你 要請教你什麼 那這是基本禮貌 如果哪一天你就說 對不起啊孫老師 我就從有人那裡得到你的電話號碼 我就覺得很不高興啊 對不對 為什麼他就隨便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人家呢 我給你是因為我相信你 我不是相信別人 那你把我的電話號碼拿去 那你說我也相信他呀 所以你知道這裡面就有一個落差 自我揭露在這個時代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 有時候同學會跟我講 那麼私密的事情 我一直覺得 受從惡驚是這樣 因為你不會跟別人講的嘛 你怎麼會跟我講呢 某種程度你相信我啊 那這有時候壓力很大 有時候壓力很大 就像那個你的從小學過嘛 有一個理髮師發現國防有個豬耳朵 對不對 然後他不能把這秘密講出去 他就憋得很難過怎麼辦呢 他就在森林裡 挖那個樹林裡面挖一個洞 就跟那個洞裡面 再大喊說 國防有個豬耳朵 然後就把這秘密埋起來 當然你假如很認真研究 這是不可能 怎麼可能聲音會埋起來 懂嗎 但是這是跟小朋友講的故事 所以不必要那麼計較 結果呢 每次風一吹對不對 竹地裡面都會喘出來 國防有個豬耳朵 懂嗎 這是我從小就學到 所以這個 很難 很難 非常困難 尤其還有電視 你怎麼知道 有些對方我隨便說說的 然後到時候人家信以為真 有些人看這個 看得非常仔細 上課你一晃神就過去 你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東西可以不斷重播 所以自我揭露 激化 你會對什麼樣的人自我揭露 表示你對那個人信賴感 已經很強了 很多人交往到一陣子 都還不知道對方的最深的秘密 因為你覺得那個秘密一講出來 他就不會跟你在一起了 有些秘密是這種 那有些人又強調 我們兩個交往中間不要有任何秘密 這個坦白說 有一點難 有一點難 因為有些秘密 不太對你而言很重要 對他而言不重要 那有些秘密反過來 在你來看很不重要的事情 對他來講很重要 所以怎麼樣的在相互的尊重 在那秘密的部分 而不要要求對方 真的是百分之百的揭露這一點 真的是 有時候有些事情是卡在這裡的 第二 接下來達成角色扮演的精確 你在這個 這個角色行為上面 你要怎麼樣做好你的角色 譬如說 我要如何做好 我是一個男朋友 那個我的粉絲頁上 有這個 我是馬克的這個漫畫 經過他授權同意放上去 前幾天放了一張 是女朋友問男朋友說 你愛我嗎 他說愛 第二張 你愛我嗎 愛 第三張 你愛我嗎 愛 第四張 你愛我嗎 他說愛 所以就煩了 煩了 所以這個 你要怎麼樣算成一個 盡責的男朋友 他說 前一張更有趣 他說你現在做什麼 我現在做好多工作 又是司機 又是快遞 又是什麼 又是什麼什麼 他到底在做什麼 他說男朋友 這男朋友就得做那麼多工作 這當然是一個比較 戲劣性的呈現的這種 生活的樣態 那你要怎麼樣做到角色扮演的精確 你可能吵架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其實沒做到 怎麼說呢 可能有人說 那我們這個聖誕夜要去哪裡 那個不管是男的或女的問 然後對方可能回答 聖誕夜我要回家呀 我要跟家人過 聖誕夜你怎麼跟家人過 聖誕夜不是家人團聚的日子嗎 在西方來講 聖誕夜就是家人團聚的日子 可是聖誕夜我已經安排好跟你過了 可是聖誕夜是團聚的日子 怎麼辦 要怎麼演下去 所以這是角色扮演 你覺得聖誕夜你要扮演好 乖小孩的角色 還是要扮演好乖男女朋友的角色 這個要是大家沒有共識的話 這可能聖誕夜就是 這也的那一頁 第五 達成角色適當 就是幾經過協調結果 你覺得男女朋友 該做到什麼樣的地步 好 最後就達到二元結晶化 結晶化這個概念是 斯湯達爾講出來 就是說礦物都在一個狀況下 變成結晶的狀態 那二元結晶化就會 你會變成一個新的東西 簡單講是這樣的 像礦物的結晶這樣 那這是過程 那也有另外的人提出三種類型 這三種類型 你只要知道第一種 你就知道第二種 跟第三種 一個叫加速型 另外一個當然叫做中速型 另外一個叫慢速型 這還有什麼意義呢 你打壘球嗎 為什麼每個壘球都叫慢速壘球 我還是不知道 那有快速壘球嗎 真的有啊 難怪 我也覺得 不懂說為什麼叫慢速壘球 我想有快速跟中速嗎 沒有中速有快速 快速跟慢速差別在哪裡 這我真的要學 不都是從這樣子嗎 慢壘不是慢壘可以這樣子 今天學到兩樣東西 一個是網球的 一個是壘球的 謝謝你 謝謝你 好加速型 所以這個 跟這個 然後多少個月就可以了這樣 那整個條件 我們在台灣看到的情況 大概常見的有以下幾種 第一個就是先天八字的問題 八字就是你出生的時候 你的那個年換算成肝枝 六十種可能性 然後呢 乘上十二個月 乘上 對嘛 十二個月 然後在乘上 每一天嘛 對不對 十二個月算三十天嘛 傳統算吧 在乘上每天有十二個時辰嘛 你的八字是這樣算來的嘛 然後總共有多少可能性 來有沒有計算機按一下 好像 五位數字的樣子 我以前算過 算完了趕快跟我講一下 電視前面也可以算一下 以防我們錯了 你看這種跟未來講話 你知道嗎 好怪的感覺 好 對齁 你們其他的 撒一個零 好 這是這種可能性 所以世界人口超過這個兩年的命就是一樣 六位數不是五位數 對不起 好 所以呢 先天八字 那八字怎麼去配 那真的是看人怎麼講 八字是一個很舊很舊的觀念 原來只是記載時間的 就像瑪雅立法記載時間一樣 被人家拿來講世界末日 中國人沒有末日的觀念 因為中國人不斷循環 六十一夾子 以後又循環又循環又循環 沒有沒有中止的 好 什麼第六次地球大浩劫 這是我最近學到的話 這樣 好 那星座也是啦 星座只有十二種星座 然後你再加上什麼風像土像什麼像 再乘以四 然後再加上什麼頂多解釋程度比這還差 這可以解釋 二十五萬種到二十六萬種 簡單來講 你星座能解釋幾種 十二種星座 如果加上什麼蛇夫座 十三種好了 然後再乘以四 然後再乘什麼你的上升星座 好再乘嘛 乘了半天多少呢 不過有多少了 那你還相信這東西是有關係 那學行就更誇張了 你A B A嘛 B嘛 AB嘛 O嘛 就是四種 然後什麼叫做RH什麼的 幹嘛你捐血啊你 那這都很少樣的 然後你就相信這種東西配什麼是有道理的 我覺得你是捐血中心 你就配血型是有道理的 你不是捐血中心 你管它 你血庫缺這種水 血 所以你最好多跟這種人結婚 會創造出這種多的那個血來 那都OK的我覺得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沒什麼道理 可是呢八字這件事情到現在為止都還很重要 然後你知道嗎 最有趣的是 既然八字可以算 你知道八字還可以幹嘛嗎 改 你只要 給錢 沒有解決不了的 算明先生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 你什麼時候去找算明先生 他跟你說 哎呀 你們兩個註定 算明先生那怎麼辦 沒辦法了 分手吧 算明先生不想賺錢了他 還分手吧 他一定告訴你 有解啊 誰呢你指點明金 有解有解 指點明金 那你先錢來吧 明金就指點 你只要指點明金 他是做慈善事業的嗎 對不對 你看一下這價目表 要問第二個再加500 再問第三個再加500 500塊就能解決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也太小了吧 好各位寧願去相信算明的 不願意相信自己 真的只是覺得這 好 所以八字 然後要擺理論上呢 如果要結婚的話 合八字 八字不合 反正他可以想辦法破解 想辦法破解以後你就多給錢 然後呢很多人都找三個以上的算明師 為什麼 希望用三角測量法 能夠測量他的準確度 你幹嘛 你測基地台啊 你測那個人在哪裡 用三角夾叉法這樣 有人就這樣子啊 然後有最實際的說法是說 你找三個人 萬一這兩個人講的是一樣 你還可以相信 取多數覺 那你相信算明還相信多數覺 你看我們的人聰明在這兒 你找一個人萬一算不好 這不是很尷尬嗎 你找三個人 中一個算好的啊 我聽過啊 我說哈 這算明的功能 這是為了強化支持這兩人的婚姻 他說對呀 要不然幹嘛破壞嗎 我講 我念書念那麼久 終於開竅了 難怪我沒去算明 因為開竅的關係 我要不開竅就是算明 但這都太舊了 各位同學應該學到 我強調的是應該有化學元素表算明法 保留未來的空間 還沒有發現的元素 有空主 有空主 那才是未來 各位好好畢業以後 如果失業好好去專研 這個化學元素表算明法 我保證你紅啊 然後你穿著打扮 一定要用未來人 宇宙人的樣子 什麼外星人的樣子穿著 不要再穿唐裝那種過去的樣子 那過去的樣子 那過去樣子一看你就知道酸子 化妝 然後那兩個大眼睛 戴上個面具 然後講話呢就知道 你有什麼問題 懂嗎 有這種未來的思考 懂嗎 要配一下這個裝備 要配一下 人家馬上就臣服了這樣 說 未來大帝啊 請教你啊 我是不是跟這個人結婚 你懂一下 我打開 不知道為什麼外星人講話 都是一聲的 我們中國是有四聲的 外星人但沒學到這樣 我打開未來幾十本 幫你看一下 請先掏一萬塊 請先刷一萬塊 然後才回答 對不對 唉 我真的 那麼正直真的是世界的福氣 我還是稍微腦筋動歪一點 這個世界會有點亂 個性上互補跟那個我們剛剛講過 外貌上 女生通常都會強調男生的身高 那希望男生高一點 為什麼 好看 這是我到現在為止 那聽說很多像那種 好萊塢電影明星啊 原來長得很多老明星 長得都沒有女生來得高 所以拍照的時候 都要墊個鞋箱子拍照 拍電影的時候 運用技巧 讓他看起來比較高 那這是塑造出來的所謂的這個 男女適配的形象 五官 這叫五官端正 中國人講話最寒混就是五官端正 什麼叫五官端正啊 就是眼睛比鼻子高嘛 那不就端正了嗎 你眼睛在鼻子下面 那什麼話呢 你哪一個人啊 所以五官端正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藉口 就他不喜歡你呢 就可以說你五官不端正 你這邊看起來邪氣 邪氣 所以中國人發明算命法 那真的很怪 看他的三角眼啊 他眉毛怎麼樣啊 反正只要臉上都可以叫做生命的這個 密碼叫做 這個包括這個人的命運 包括這個人的官運 路運 包括什麼福祿送喜 都可以從他身上看出來 這都是說謊 生理上呢 男生希望女生是處女 尤其男生為了血統的純正的關係 希望是處女 那這個呢 保障他的血緣的正常性 但是這個問題已經很多人講了 我就不用講了這種荒謬的思考 很少要求男生是處男 因為反正也查不出來 那接下來感情上面呢 都希望從戀愛到結婚 那很多人呢 就說好吧 你至少相戀半年 那有些人要加上訂婚的時間 是希望拖長一點這個相識期 免得一下墜入婚姻呢 會引起一些沒有預想到的後果 那有一些人 尤其是女生的爸爸 會對於女兒出嫁有更多的不忍 所以呢通常 我最近才學到 說為什麼你們不馬上就結婚呢 說喔他爸爸還希望他能在家裡過一個年 所以希望在三月或幾月結婚 因為我們中國人過年是在二月 這樣的話 你還能在家吃年夜飯 所以各位女同學 將來要考慮婚姻的時候 可能要考慮你父親的感受 如果早一點通知他 那他至少知道你可以在家過年 這是一個 如果你們家庭關係不錯的話 建議考慮一下父親感受 說我在明年三月結婚 不要在明年一月結婚 要一月結婚就是後年一月結婚 你爸問你說為什麼 孫老師教過我 要注意到爸爸的感受 我保證你的聘金比現在拿的還多 你遺產運繼承比現在還多 哎呀真是貼心的女兒啊 就馬上把遺產了 等一下我明天就改遺囑 你就比你弟弟拿得多 別忘了這是因為我替你爭取到的福利 那經濟上都是很含混的說有經濟基礎 那有經濟基礎這個事情其實是很 在這個時代是很很有變化性 你有經濟基礎有人會強調有正當職業 那很多人是有正當職業 但是他可能結了婚以後就沒正當職業了 經濟狀況的轉變對不對 你說哎呀他是竹科工程師啊 收入穩定啊 那萬一他的工廠那個訂單拿不好 他就修五薪假了 這五薪假一修有時候就是幾個月 有時候是一兩年的 那會消磨人的稚氣了 那你要不要去找工作呢 隨時廠商這個工廠會叫我回去上班 那你就不去找工作 不去找工作你就在那邊混的日子 年輕人沒事做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另外還有一些啦 從傳統所謂的籍貫 現在大概比較少了啦 那有國籍啦 有些人到美國去念書 家長呢有的家長會講的這樣不會講 說你到美國去啊什麼都可以 不准加外國人 有的在美國的華人哦 都要求自己的小孩要找華裔的人結婚 你說這保障什麼呢 你已經到美國去生活了對不對 你就應該融入美國社會啊 好歹也買一把槍啊是不是 啊真是的 中國美國社會就是買一把槍嘛 你看死了那麼多人 美國人還是有人堅持 每個人要有槍支 可是死者的家屬 沒有一個人希望有槍支 我最近看那CNN這樣 可是呢那什麼 美國萊夫槍協會 什麼都覺得 覺得有擁槍自重 那是美國人民憲法賦予的權利 就這樣振振有詞 那是那是一碼事 那槍殺是一碼事 我們是另外一碼事 你不能這樣混為一談 美國這國家真是有時候 偉大到令人家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全世界沒有像他們這樣 有可以擁槍自重到這種地步 每一年都要發生槍擊案 校園槍擊案 每一年甚至不只一起 只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發生 然後也不知道會發生在幼稚園 這種地方 你想那小孩何孤啊 那家伙可以殺成那樣 你到了一個全世界沒有辦法理解的地方 那美國人還不會檢討這個問題 有 就不會檢討 也就是說有人講 但是不會引起全國共鳴 美國這真的是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 這偉大是諷刺的意思 台灣要是大家的勇槍自重 我跟你講我大概活不了到明天 早上哪裡就不小心被流彈打到 不一定要打我啊 我躲得慢啊我 對不對 現在老人家動作慢啊 還沒說 你怎麼了 好像中了兩彈 那邊那段打過來 這邊那段打過來 我就無辜的傷亡者這樣啊 政治立場啊 在台灣是比較 特別是選舉快到的時候 這事情就比較明顯 有街頭運動的時候 這事情也會比較明顯 那都沒有的時候好一點啊 有人說我們上街頭怎麼會造成人家 造成民眾緊張 造成民眾 你爸媽都緊張 你去參加他也緊張 你不去參加他也怕你去參加他也緊張 然後那個沒有人看在家做的人也覺得這大學生吃飽沒事做 幹嗎呢 所以你覺得那上街頭不會造成緊張嗎 會 但是我希望他聽到正義 有沒有人聽到正義 有 也有 有人聽到正義 有人聽到緊張 這社會什麼人都有 這真的是個民主時代 有人說我不上街頭他怎麼造我的想法 哎呦 你上街頭人家就一定聽到你的想法嗎 你們現在的時代是網路時代 你們很多想法在網路上流傳 那比在公共場所流傳要影響力要大的 所以很多條路 我不是 我不是 千萬不要誤會 我反對你上街頭 我不是反對你上街頭 你上街頭是你的憲法規定的權利 我只是告訴你 人不能做非法的事情 民主時代有民主在做法 那政治立場不同 兩個人也很難很難在一起 少數例外 這很少 宗教 還有中文最喜歡講的叫緣分 緣分就是不能解釋的事情 你就叫他緣分 不然你都不能解釋了 所以緣分沒有解釋任何事情 緣分這個名詞掩蓋了你不能解釋的事情 你為什麼跟他在一起了 哎呦就是有緣分咩 就是沒解釋的意思 沒有解釋的意思 完全沒有人的能動性 你能想像嗎 孫老師你為什麼要教這門課呢 哎呦就緣分嗎 哎我準備了很多還緣分呢 啊同學你為什麼修這門課呢 就緣分嗎 什麼是我加簽的好不好 對不對或者你自己選上了 啊那怎麼是緣分呢 你真的相信緣分 我就讓你不要有這個緣分 你試試看 所以有些事情我建議同學 不要太慵懶的去用緣分來解釋很多事情 那樣的話你等於沒解釋 你思想不會進步 好歹想一想動動腦筋 到底有些事情是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你自己要動動腦筋 好好想一想 身為一個大學生 不要浪費你這四年 納稅義務人投在你身上的投資 那個就希望我們的社會能變得更好 這是有一群人用現行的辦法不能達到的 你可以用另外的辦法讓它完成 讓它實現 讓這個社會變得更祥和更好 你都想不出來 那我們就沒希望 我們台灣沒希望 全世界人類沒希望 因為大家都不動腦筋 或者只有我們沒希望 全世界其實是有希望 那今天上到這裡 下堂哥再說 好接下來 這個Gottman Gottman是叫John Gottman 美國這個通俗 美國的這個 Gottman是一個精神醫師 另外一個 這個Gottman叫John 然後另外一個很有名的John 叫John Gray 是一個沒有正式學歷的一個 通俗的演講者 他寫了一本 台灣翻成男女大不同 正式翻譯應該叫什麼 男人來自火星 女人來自金星什麼之類的 那樣子的系列的書 在美國大行其道 大賺其錢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軟體 什麼什麼的 反正就是一個大企業 這兩個John 兩個John呢都對美國社會呢 的這種婚姻觀愛情觀 有很深遠的影響 那當然也有批評 那個批評我們在那個 最後一節課會提到 那這個John Gottman 跟他的朋友研究夫妻互動 他們想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他們想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怎麼樣可以測預測 這一對夫妻在五年內 十年內 十五年內會離婚 怎麼樣有個有效的方法 這是學者如果要擺脫算命的話 怎麼樣我們可以顯現出 我們是比算命還要高的 結果他就研究出一些方法 什麼方法呢這上面沒寫 我告訴你這故事 他就用錄影的方式 他每一個到他那邊 是尋求諮商輔導的一個夫妻 他就叫他們先坐在一個 reception的那位置 有錄影機放著 看他們兩個的互動 從他們兩個的互動 講話的內容 還有那個表情 然後再配合上他們的一些問卷 他可以預測你 而且聽說相對而言蠻精確的 可以預測你大概什麼時候會離婚 你的婚姻大概可以維持多久 換另外一方式來說 那他有這樣的發明 這震驚的美國學術界說 真的有一種方法 可以預測你們兩個 從夫妻互動來看 互動不是只講的話而已 還包括你們做的事情 跟你們在沒有人監視之下 你們兩個的行為 那他研究了七種互動過程 這個是從那種研究 衍生而來的結論 第一個生氣是一種危險的情緒 在夫妻關係裡面 看你怎麼處理生氣 沒有夫妻不吵架 沒有夫妻不生氣的 你要是幻想有一個世界 那個世界沒有人生氣 你大概已經在天堂裡了 人類社會沒有這種事啊 老師也會生氣 同學也會生氣 誰都會生氣 夫妻就更不用講了 那麼一天到晚 那麼多事情 要互動 不生氣很難的 很難的 第二 主動聆聽 夫妻之間有沒有相互的主動聆聽 大部分時間 在男性為主的社會 都是男人講 女人聽 有權利的人講 沒權利的人聽 更廣泛來講 所以為什麼長官要訓詞 下面人要聽話 或者下面人不聽話 你就裝作傻傻的那樣讓他講嘛 反正他的時間 所以主動聆聽 特別是 我這邊特別講 特別是對男性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訓練 很多人沒這個習慣 對於有權利的人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習慣 他都沒好好聽 因為他覺得他聰明 他就有權利 幹嘛聽你的呢 聽你那種笨人講話 浪費我的生命 所以很多人不會主動聆聽 主動喔 不是被動喔 主動聆聽喔 主動聆聽什麼意思 你今天要跟我講話 我說好 我已經準備好了 你可以說了 這叫主動聆聽 所謂準備好 包括茶泡好要幹嘛 你不會到時候接手機 手機到時候也關機的 你不會到時候為了接手機 等一下我還有一件事情 我要上網看一下這個 我要上網那個 那叫不是要主動 你準備好要聽 很少人會這樣 男男男女朋友夫妻 就更不用講了 那老師在office hour 有沒有主動聆聽 我常常很注意這個問題 我希望我有 所以這是溝通裡面 不管當朋友 當夫妻就更嚴重 有沒有主動聆聽 第三 負面情感的回應 如果你對她的做法不滿意 你要怎麼回應 這個雖然講夫妻溝通 我覺得在師生 在各方面都可以使用 第四 妻子負面的開頭 在她來看 這是女性主義的 非常不爽的一點 這為什麼你要把 妻子負面的開場 談話開場當成一開場 為什麼不是丈夫負面的開場 這個是女性主義的對她研究 這個部分很不爽 她說因為據她的經驗 在她碰到的夫妻裡面 太太都是先開始罵人 太太都是先開始講話 講不好聽的話 她認為這是預言 如果她有太太開場 罵老公的話 這個夫妻決裂的可能性增加 如果沒有這一項 夫妻穩定性是高 但是我已經跟你講過 女性主義的對面非常不滿 覺得這是 這是一個那種 強化女性 是不理性動物的這種刻板印象 第五 降溫 生氣以後怎麼樣大家降溫 降溫有幾種很簡單的辦法 一個就是離開現場 離開現場 一個人是吵不起來的 她會對著你的背上罵 妳有男人就不要給我走 妳是個男人就不要走 她講什麼你倒是走啊 你幹嘛你倒是經驗 我是男人我就不走怎麼樣 你不是更吵起來了嗎 你家伙就別理她嗎 吵架你還把它當真 你真的是不會吵架的 所以我以前有建議過 吵架用數字吵架法 它沒辦法當真 每一個訊息都有那個 要傳播訊息的跟傳播情緒的 吵架只是傳播情緒 你就不要有訊息在裡面 這樣子我就不會擦槍走火 第六正面情感的模型 你怎麼樣付出正面的情感 這個真的是需要學習的 我們很多長輩不會 所以呢常常呢 對於這個小孩的表現 什麼時候該獎賞 什麼時候該懲罰 小孩會搞不清楚 尤其我們以前的長輩 是被教導 不要讓學生小孩太驕傲 所以千萬不能誇獎小孩 人前人後都不誇獎小孩 都要常常譴責她 讓她白齒乾頭更進一步 你得了第一名 美國老師跟美國家長 只要你有進步 馬上的話講得天花亂墜的 Excellent you're a good boy Wonderful 講得好樣的一步 你已經得諾貝爾獎一樣 中國人家長開什麼玩笑 你得第一名 那你是這個縣的第一名啊 這全省第一名 你拼得上嗎你 還不趕快回去念書 你得了第一名 結果還要這樣繼續念書 這個事情在我一個學姐的身上發生 我們在美國念博士學位 她拿到博士學位 打電話回她家 回台灣 她媽媽跟她說 博士學位什麼了不起啊 你拿諾貝爾獎 你再打電話回來 那你想嘛 好高興你是馬上沒泼一盆冷水嗎 那這親子關係怎麼會好呢 這在我那時代 這是常見的 那種對小孩虛寒問暖 最誇獎的那家長 那根本都是不存在的東西 沒這種人 現在你們家長怎麼樣 我就不知道 那我們那時候覺得家長就不 所以呢 我們沒有好的榜樣啊 又沒有上過課啊 所以自己當了家長 可能 可能可能 也就覺得我爸媽這樣對我的 我也長得OK 那我們就這樣對你們 你們也應該長得OK 這種非常奇怪的邏輯 已經完全不知道外面長什麼樣了 所以呢 我就很訝異的發現 我回來教書以後 有學生跟我比較親近的會說 老師 你怎麼常常鼓勵人 我真的沒那麼好 我同學你有 你沒發現 可是我爸媽不認為我好 我老師不認為我好 全世界好像只有你認為我好 我說那你至少應該相信你很好啊 老師我真的沒那麼好 我說不 你有那麼好 只是大家認為你要更好 所以他用的是那個標準 我用的不是那個標準 我認為你要那麼好 你前面沒有 你就不可能 我採取的是美國式的做法 所以我這麼多年教書以來 有些學生覺得在我這邊得到很多溫暖 還有人說 孫老師很會鼓勵人 我覺得好奇怪 原諒我這麼說 你都念這個學校了 你講還不是台灣最好的人 那我們的希望在哪裡 你都念這個學校了 你還是台灣最有能力的人 那我們台灣的希望在哪裡 我不是那種相信成績的人 我不是 所以你第一名對我來講 一點影響都沒有 你不會思考 你就是沒學到 你沒學到你就應該學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是正面情感模型 我們在台灣的這種文化 好像就需要更多的努力 很少人會鼓勵人 你光看我們媒體 罵人罵成那樣 你就知道 那就是我們的社會的病態 為什麼人家做好事的時候 沒有好好鼓勵一下 你要平衡一下 他做好的時候你鼓勵他 他做不好的時候你罵他 糾正他 那現在你做好的也罵 做壞的也罵 那那個人就不聽你的了 因為你怎麼樣對他講 他得不到一個正確的訊息 任何政黨當政都一樣 政府做好了 你就應該給他拍拍手啊 按個讚啊 那做不好了 你就應該叫他 好好反省一下 政府跟人一樣都會犯錯啊 那你不能讓他認識 什麼時候犯錯的時候 這是犯錯啊 你看大家都罵我 這是對的 那我就繼續做 他不能區分這個時候 那政府也會變成很爛的政府啊 變一意孤行的政府啊 人都會 政府就更會了 因為政府是人做成的 人組成的 這道理是這樣 所以你給他賞罰分明 他就知道哪個地方是該做的 哪個地方不該做的 人這樣 政府也是一樣 可是我們現在呢 都靠藍綠 所以你把那個媒體 反對媒體壟斷 我覺得媒體壟斷 這事情是一個問題 媒體不分是非 這個問題更大呀 有一個媒體就專門罵 那個不是他支持的總統 另外媒體也一樣 就專門捧他支持的總統 那你能得到是非嗎 媒體壟斷 有是非那壟斷還OK啊 他壟斷他有是非那還OK啊 他不壟斷都自由競爭沒有是非 那媒體能你看了能得到什麼東西呢 所以是什麼比較重要 是非比較重要還壟斷比較 真不得已 是非比壟斷重要 真不得已啊 得已了我們希望他不壟斷也有是非 是非還是這種這才叫媒體啊 媒體不是任何人傳聲筒 我自己看台灣的電視新聞都是一樣 報紙新聞全部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 所以我真的要了解情況 我得兩個報紙都看 兩個立場都看 我才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不然你看一邊 你永遠得不到什麼訊息 你要看國際新聞最好看國外的 你CNN也看 你紐約時報也看 你PBC也看 你德文好法文好 你也都看一下 你真的可以得到 比較比較全面的看法 你當然最差的可以用Google翻譯 你可以得到很多笑話 那是另外一個效果 第四 第七 男性生理上的舒緩 這更讓女性主義氣到不行這樣 就好像男人不生氣 這事情就屌子這樣 女人一發威就是這個災難的來源 這是女性主義對她這個七步驟 非常不爽的地方 但是在傳統的這種家庭結構下面 很多問題確實就是這樣 你如果能改變那個社會的氛圍跟結構 那當然是很好 你不能改變 那這就是從這裡可以預測夫妻關係的七大步驟 各位一定要聽清楚 我沒有說完全支持這個說法 他們列出這個 那正向表達 研究感情情感表達的編碼 可以分成三部分 正向感情呢 什麼叫正向感 有興趣 怎麼樣表現有興趣 你在幹嘛 我修愛情社會學 愛情社會學 愛情社會學是幹什麼的 這是你臉上戴表情就表現有興趣 帶那快樂的表情 你要不能弄 這句話也可以用呢 愛情社會學是幹什麼的 聽起來就說你修那爛課幹什麼 那就不一樣了嘛 這就不是表達興趣 同樣的話 你的表情跟你的動機 可以在你臉上展現 你用比較溫和的口氣 用比較和蔼的那個態度 人家會覺得這是一個正向感 有興趣有效 他做了什麼事情 你怎麼樣可以validate他 讓他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你贊成的 喜歡 老師我喜歡你的課 按個讚 或者教學評價說 老師我好喜歡上你的課 這對我們老師都是很鼓勵 那一樣同學 我好喜歡你寫的作業 你的作業真的好棒 你是不是也很高興 我們都是人嘛 你會高興我會不高興嗎 你高興我就跟著更高興了 那我罵你有什麼意義呢 罵你你難過我也難過啊 所以你看這是基本上 我跟你講 只要小學生就懂得道理 所以喜歡 那我們多言幽默 誰不喜歡幽默 我的特長之一就是幽默 以前我太太說 跟我在一起 她覺得最欣賞我的地方之一 之一喔 不是只有一個 不要誤會 之一 或許其實只有一個 我故意把它講成之一 就是幽默這樣 可是呢有一次 我們夫妻在那邊聊天 說某某人也認為她老公 是什麼 幽默 什麼什麼反應快這樣 我們兩個都大笑 說她怎麼叫幽默呢 她叫幽默 那我們兩個算什麼呢 我們兩個忽然間就幽默了起來 所以有時候幽默是對方自我表述 她高興就好 懂嗎 你不要說你男朋友才不幽默 你男朋友怎麼跟孫老師比 這樣你就尷尬了 人家說幽默 你就說真的好幽默 那笑話都好好笑 懂嗎 正向感情表現有興趣 那不是撒謊嗎 有的時候喔 人生是很奇妙的 我只能這麼說 我們老師不能鼓勵你撒謊 我只能這樣委婉地說 還有呢 幽默 高興啊 同學的事情 那你要替他高興啊 那老師的事情你替我高興 你的事情我替你高興啊 那這就是一個正向的情感表達 副向的哪些呢 討厭 你嘴角 鼻子就全是不屑的樣子 鄙視 什麼東西 什麼課 挑釁 這算什麼事愛情社會學 騙小孩的嗎 這我也會 強勢 強勢就什麼事情都得聽你的 包括在別人講話 你都要佔上風這樣 那個生氣 害怕 緊張 辯護 我不是的 我告訴你我的理由其實怎麼樣 就越講越多這樣 越講越多 尤其我們當然有些人在被冤枉的時候 會覺得這樣 whining 怎麼這樣 老師出題好討厭喔 到底考試要考什麼喔 這樣自己就這樣 whining這樣 哀傷 從耳不聞 從耳不聞 是很多人最怕的 你就覺得好像撞到一面牆 他都沒任何反應 stonewalling 你到底生不生氣 你說啊 好像碰到木乃伊了 木乃伊至少還纏著布 他沒纏著布 中性情感鋒馬 他就沒有舉例 所以這個 他研究結果呢 無法預測婚姻穩定或離婚的模型 穩定跟不穩定 離婚就是不穩定啦 那生氣 作為一種危險的情緒 所以生氣與否 這個不能預測任何事情 第二 主動聆聽 相對人也不能預測 能不能在一起 第三 負面情感的回應 這幾個因素 那可以預測的有哪些呢 各位真的是 可以好好的參考啦 這個有人花了一輩子 學不到了 第一 丈夫拒絕妻子的影響 不聽 那這個會預測 基本上是不好的 比較容易傾向離婚 第二 妻子負面的開頭 什麼事情不要劈頭就罵人家 當女朋友也是這樣 不要變成很挑剔 讓人討厭 他真的有缺點 你好好跟他講 特別在他高興的時候講 他比較容易聽 你一開頭就講這個 他覺得好像出門就碰到下雨 你知道嗎 就晦氣 倒楣 那我幹嘛跟你中文人在一起 誰都不想這樣 你就千萬不要講 學一下 學一下 第三 受到丈夫缺乏降溫所引起 低 妻子低度負面的感情 他萬一怎麼樣 你也跟著他生氣 為什麼我一定要先讓步 為什麼他不先低頭 他不低頭我也不低頭 這樣有好處嗎 這樣子為了這種無謂的至尊 讓兩人關係繼續往前 冷凍下去 人生何其有限 你如果今天早上 跟你的喜歡的人吵架 今天晚上你就被槍殺了 你會覺得今天早上吵架有道理嗎 一定很痛苦嗎 最後他最後在的時候 我竟然是跟他吵架 為什麼不能每一場離開 都好像我們永遠不會再見面一樣的珍惜 然後跟你講好話 真的我們不能再見面 你最後那一場呢 我會記得我的一切的好 為什麼不能這樣 難道我們在親人過世的時候 你一定要說 爸媽那貸款還沒交呢 你不能走啊 爸媽一定吐一口血這樣 那現在已經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 所以你拋棄繼承 然後就砰就要吐一口血這樣 吐在臉上 爸媽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不能走 人家還以為你孝子 你還沒告訴我銀行密碼呢 對不對 你當然希望握著親人手啊 你放心走啊 好 我們是愛你的啊 感謝你啊 給我們這一輩子啊 下一輩子怎麼樣 聽了也很高興嘛 對不對 至少含笑走嘛 再痛苦的身體 最後覺得這一生值得了 因為自己身邊的人 自己的親人真的是愛自己的 這多難得 好 好 第三 第四 受到妻子缺乏降溫引起 這一樣 這兩人是要相互的 如果兩個人都 自尊高於一切 不願意相互忍讓 不願意退一步 退一步 不是讓你說一輩子都退 你說你退一步 在心情好的時候 兩人再來談 這真的是比較有效率的啊 啊 你要在教學評鑑說我壞話 不如在你跟我聊天聊完的時候 就跟我說 老師你教的很好啊 可是我有幾點意見 這樣聽起來舒服 你在教學評鑑上寫著 聽起來就難過 啊 雖然很多老師宣稱不看 我也都不看 但是我是這樣看了 啊 好像沒看到 其實看到 看到就沒破口大媽 什麼玩意啊 我那麼認真 你還不懂得啊 你還需要啊 自己就忽然間就 就抓狂了起來 還好這不是夫妻關係 反正你大部分學生 這輩子我們都不會再見面 你也不會請我去你的婚禮 對不對 我們大部分上完這兩課就不會見面 頂多你在 我們在同一個餐廳出現的時候 你還在那邊耳語說 那個老師好像教過我耶 我好像修過他的認識星空耶 這樣 這事情真的發生了 我一個學生在中山大學教書 因為我現在是他的Facebook朋友 所以我知道他Facebook狀況 結果我的同學呢 那個學生 現在老師他就幫學生改作 改了學生給他一張小卡片 他就很高興地說 他很感動啊 說哎呀 我這個做法其實就是承接 臺大社會系孫中興老師的做法 就是一日為師終身服務啊 就這樣 然後就有一個人回應說 孫中興老師喔 就是那個教認識星空的那一位嗎 寫在那個Facebook上嗎 你知道嗎 然後我親眼看到你知道嗎 我想這這這 然後他就說不是啦 是那個教愛情社會學那個 他說喔是那個喔 他們兩個人我永遠搞不清楚誰是誰 我就不知道 我就繼續看下去 還好沒有太難看的事情這樣 他說是愛情社會學啦 你可以到他的網站去這樣 我那個學生就很客氣把他引到我的那個 我覺得笑話講了半天又回來了 不知道該哭還該笑這樣 好那這個男性缺乏生理上的舒緩 physiologically soothing 這句話有點曖昧 有人的解釋就是說 男人要性的時候啊 你最好不要太拒絕他 免得他到時候抓狂了 這時候關係就不好了 所以女性主義者有人用這樣解釋 覺得 什麼話啊 男人要性講給他 那什麼話啊 看不起我們女性了這樣啊 所以馬上就吵起來了 所以這個到底是不是那樣 我其實現在不太記得 但是聽起來啊 男人在生理上的舒緩 缺乏生理上的舒緩 好像是夫妻關係的那個 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 但是 是不是很多的 絕對原因在這裡 人家既然敢寫 我想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沒有道理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有道理 統計都是有他的百分比的 那比率模型 就是正向感情跟負向感情的比值 可以預測婚姻穩定跟伴侶的穩定度 那這個比喻當然就需要有這個數字 那需要有比較詳細的這個記載 然後以上的模型可以預測婚姻的穩定情緒 精確度高達百分之八十三 滿意度呢可以預測高達百分之八十 這在現行的社會科學來講 非常高的這種預測的程度 大部分的統計 你就算是現在精心設計好 那個相關程度 有的都連百分之五十都不到 這個能高達百分之八十 所以他的那個 他就變得很紅 很多人也願意找他去諮商補導 因為他可以看到真正的問題之所在 其他人看不出來 其他人只能很一般性的 最近有一個電影 我今天經過東南亞有看到 英文叫Hot Spring 梅里斯·翠普演的 跟他的那個電影裡面老公 Tommy Lee Jones就演那個 MIB那個男的 他們兩個演一對夫妻 老夫老妻 最後要怎麼樣從然愛苗 去接受家庭 去接受這個婚姻諮商的過程 戲演的人非常少 就他們兩個人主要 還有一個加拿大的一個小鎮 這個電影 你們現在看不知道會不會算太早 因為他們是結婚十幾二十年的夫妻 就算打預防針吧 各位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這就講關係的電影 講這個人跟人之間的關係電影 不是高速公路休息站那個關係 好 所以Gottman的研究呢 沒有辦法被其他研究者複製 他的資料只有他能做 別人做不出來 那這個就有科學 這樣子integrity的問題 那像這個2007年 Kimden就做不出來 做不出來就有爭議 到底是不是這樣 學術界也是一樣 你做了 然後別人做不出來 人家懷疑你的資料有問題 他都不懷疑自己做的是有問題 所以這個人就炒不休了 我們現在也不是在這場合 但是從經驗上來看 從這 我覺得Gottman所講的東西 這個問題 不一定百分 預測百分之百 但是很有參考價值 那夫妻關係呢 接下來一個部分 那有人研究 夫妻關係有幾個部分的那個問題 一個就是家務分工的問題 詳細我就不說了 一個是性生活的問題 性生活的問題 通常都不會有人討論 那個Hot Spring的電影裡面 最主要就是性生活的問題 兩個人老夫老妻的 性生活也沒了 年紀很大 那太太希望能夠重燃 重燃夫妻之間的愛苗 去找呢 老公很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就我們兩個有什麼問題 他覺得沒問題 他太太覺得很有問題 後來你去看這個過程 另外呢金錢的問題 大部分人認為 貧賤夫妻百事哀 這是來自一首唐詩裡面 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會因為 這句話就告訴你 一定要經濟基礎 但是他忘了告訴你 有了經濟基礎的夫妻 並不表示他的情況就不哀 他也許的哀不在經濟問題上 所以這其實是片面之事 所以我每次被問到 老師你怎麼會認為經濟不重要呢 不是都說貧賤夫妻百事哀嗎 我是唐朝的時候這樣說 可是我看到現實生活中的 有些人的例子很明顯啊 我認識的有人裡面結婚六個月 結婚前呢夫妻都有工作 工作都不錯 也有房子也有車子 結婚六個月之後呢 男性呢就因為工作的關係被解聘了 然後經濟然後房子又被解聘了 被抵押了 車子拿去賣了 經濟生活馬上陷入一個 跟以前不一樣 沒有馬上陷入困境了 還有點儲蓄了 兩個人也不是生活很誇張 就馬上就改變了 經濟生活改變 那人家也沒離婚啊 人家的女的也沒說 哎 我當初給你結婚的時候 你有這錢 你有這個車子 你有房子 你現在什麼都沒有 我怎麼跟你結婚 你已經不是當初 我跟你結婚那個人了 我要求去 沒有啊 人家照樣繼續奮鬥啊 兩個人 繼續奮鬥啊 所以有經濟基礎 跟沒有經濟基礎 這不是一個永恆不變的東西 所以我才覺得說這個時代啊 很少聽到餓死的人 我們講的難聽一點 連遊民都餓不死啊 遊民都有人發便當給他吃啊 這當然不是好現象啊 我只告訴你沒有餓死人 就不要擔心餓死 你要擔心的不是餓死這件事 是別的事情 好 這是這個夫妻之間的那個 金錢也是個問題 然後呢 家庭跟工作 特別是妻子就業 對於婚姻的影響 這在人類歷史上 非常新興的現象 呃 女人大量從事就從從 就業 是在二次大戰在美國 好 因為這個男人都去打仗了 所以後方的工廠 需要女性的加入 所以女性就投入勞動力 那等男人都打仗回來 戰爭結束以後 女人又退回了家庭 但她一旦知道工作 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可以增加家裡的收入以後 她就已經不是傳統那種女人 那加上女性主義的這個影響 所以大概1970年代以後的女性 從美國開始到全世界各地 已經不會相信 或者不是大量的人相信 自己的宿命是在廚房裡 是在家裡 很多女性都覺得 也可以在工作職場上 展現自己的才能 然後加上現在的女性受的教育 跟男性沒什麼差別 這種情況 但是呢雖然有就業機會 那家庭的照顧的問題 就變成一個新的問題 如果男人不加入 家庭照顧 那誰來照顧這個家庭 那女性主義者認為 家是兩個人的事情 為什麼一定要女性照顧 男人也可以照顧 男人也應該 不是可以 這是一個義務 男人也應該負擔 家務的一部分 那你得在婚前 就讓這個男人跟你有一樣想法 你還可以 如果沒有 他媽媽不會教他 他爸爸更不會教他 那誰來教這個男人家務 是他的責任的一部分呢 老師教他有用嗎 有些女性主義的同學 修女性主義課前幾年 這應該在我開課很開始 他就很困擾的問我 老師 我之所以交不到男朋友 是不是因為我修了太多 女性主義的課 我說你有沒有問過 你叫你女性主義的老師 你問他回答 他教你啊 他該回答 我說我的想法不是 我覺得不是的 只是男人都不修這方面課 覺得女人呢 修了女性主義就很麻煩 要求這要求那 他就不覺得這是一個 任何一個人 這不是男人跟女人 任何一個人該有的權利啊 你男人有女人也有 這什麼差別啊 你要做事我也要做事啊 那家裡就一起負擔啊 這個想法其實非常容易 你過了這一關 那這個就沒事 很多人就這一關不能過 我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因為第一批 我們80年代到美國 在台灣這個女性就業的事情 還不是很普遍 女性主義的想法 只有幾個人有 那書跟沒人看 那只有少數女同學 大學女生看 所以80年代到美國以後呢 很多女子 尤其我們念社會科學的 都是靠老婆賺錢的 我們的獎學金 絕對不夠養家活口 念自然科學的獎學金 那時候啊 800塊錢 然後500塊錢 就連房租連生活費 全部給cover 他還可以寄錢回家 他們的獎學金 還可以養家活口 還可以結婚 生小孩養小孩 800塊錢 我們獎學金都不到800塊錢 甚至沒獎學金 省學費就不得了 怎麼辦 靠太太賺錢 我們那時候一群太太們都賺錢 養我們這些念社會科學的 那些妻子都偉大到不行 然後我們這些男的呢 就是下午在學校喝下午茶 談論那種未來 不可及的未來 然後那女人都在職場賺錢這樣 結果呢有一天 那些女人就開了一個女人會 組成讀書會 覺得不應該這樣 男人也應該負擔家庭生活 他不能賺錢沒關係 也應該整理什麼 然後這個世界 我們那個小圈圈 從此就不一樣了 從此不一樣了 有人就離婚了 有人就離婚了 女人越來越高拐 到他們國外什麼好都不學 學這個 離婚就離婚了 有人就離婚了 那離婚的理由很妙 就說呢這個老公呢 願意花五塊錢美金 那時候很貴啊 五塊錢美金去看一場藝術電影 老婆對那藝術電影一點興趣都沒 老公說要去看 牆拉著太太去看 然後不願意花一塊多錢買一隻拖把 他希望他太太拖地 是像日本女人在地上這樣 這女人一旦覺醒以後覺得不可忍 是可忍也 是不可忍也 剛開始拖地的時候這樣拖 一點問題都沒有 有一天被啟蒙了 這世界就不一樣 拖地都不一樣 那我們其他男的就慢慢學會煮飯 這是人類的一小步 我們人生的一大步 從此世界就不一樣 我們的世界不一樣 然後慢慢這世界我們回來台灣 女性主義的想法 所以我跟他講這不是 這不是女性主義盛行的問題 是男人沒有跟上的問題 你要跟一個落後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嗎 你可以啊 你可以教養他 你可以教育他 你知道嗎 Educate him 讓他知道生活是兩人的事情 因為你不教他沒有人教他的 那你懶得教他 你就找一個已經準備好的人 所以沒有什麼好男人 我以前跟你講過 所謂的好男人都是被教育出來的人 沒有天生的好女人 沒有天生好男人 女人是造成的 男人也是造成的 沒有人是天生的 天生他爸 他都是媽寶 媽媽叫他做事幹嘛 好嗎 所以這個是從這裡來講來的 所以家務分工家庭 經濟角色專門化 現在因為小家庭 你不做 對方做 那你累死對方 那當然你有缺點 兩個人都可以不要做 請專業的家政婦 好 專業的這個 輔導的清潔的人員來幫你做 現在都有這樣的人 那這樣的人 工作還不錯 有些社會福利機構 NGO訓練這樣的人 家事服務員 家事服務員呢 各位知道嗎 薪水超過22K 每天工作8小時 一個禮拜工作5天 40個小時 你不用加班 這些人 有3萬2左右的薪水 比你大學畢業 22K多多1萬 而且你不必工作超過8小時 有這種事啊 你會去做嗎 你跟你媽說 罵我去做家丈夫 你媽想 那你是不是該買一套 那個黑色的衣服 戴那個帽子 然後是不是該有 那種表情 跟中島菜太子一樣的表情 當然不必了 你知道同樣的哈 你去受一點訓練 做看護的話 一個禮拜只要工作40小時 你也有3萬2的收入 你如果願意做整天很辛苦 五天的整天 你可以一個月有6萬左右的收入 在台灣你就可以做 只是這事情很多人不願意做 很多人沒有告訴你 你有機會親人不小心生病 這不是機會 不幸不幸的話 你就知道開始顧看護要多少錢 你就知道 然後看護大概都50歲左右的女子在做 然後那些女子呢 有些人可以養小孩念台大 念其他大學私立大學 因為你去哪裡賺6萬塊左右 那真的是非常辛苦的錢 非常辛苦的錢 所以台灣不是沒有工作 有些工作大家不願意做 我們覺得大學生不適合做 那大學生適合做什麼呢 你知道到了澳洲你就做 你到了卡達你就做 有人到卡達去打暑假的工 聽說就把留學的錢都賺回來 這是電子報上講的 有一個人暑假到卡達去打工 薪水是台灣的三倍 打工的薪水是台灣的三倍 所以 好啦不要再講別的 那這個就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能活過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以後我們再見面 不是很尷尬嗎 對不對 那不是世界末日是假的嗎 你假如已經知道它是假的 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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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